为人商鞅 虐利之人 费礼仪之教 任秦明之术 贪婪无度 策划谋反 罪无可恕 出以五马分尸之刑 诛灭全土 商鞅万万没想到 自己费尽巴拉的振兴秦国 结果却被秦桧文王五马分尸了 秦秦 迎刺一声令下 五马同时发力 商鞅请客间身手分离 一代杰出的政治家 就这么惨死在了他亲手建造的秦都咸阳 商鞅死后 楚国太史令唐妹夜观天象 发现即将有霸心将士 于是禀告楚王 天将将锐心我楚国 后宫运者必生霸主 楚王听后大喜 你是说霸心将降生在寡人的后宫 降生的是天下的霸主 楚王一听这话激动的不行 好家伙我还搁这儿跟六个小矮人打群架呢 上天就爱特我说我儿子要一桶华夏 虽然好话谁都爱听 但楚王又不傻 为了印证唐妹所言非虚 楚王当即叫来后宫总管永相令 询问他那三千家里是否有人怀孕 禀大王 诸位嫔妃并无人怀孕 不过 菊姬宫中有一婴女相侍怀孕 已经六个月了 楚王听后狂喜 料定他大楚日后必能海内一桶 然而千错万错 就错在他娶了一个恶毒的老婆 在此女面前 就连一贯骄横跋扈的华妃 也不得不唯唯诺诺忍辱负重 王后听说菊姬的陪嫁侍女怀孕 而且还是天下的霸心 气得当场就要赶了她们 霸心 这大楚设计 明明是大王和我儿米怀的 王后的小算盘打得啪啪响 好 你不是霸心吗 你不是能天下一统吗 老娘让你见不到明天的太阳 给那位相侍把卖的 是哪位太阳 女医 明智 王后找到女医明智 一会儿问她师从何处 一会儿问她接生过多少胎儿 明智不解其意 只能小心硬打 不料王后话锋一转 直接就问她可知此地是何处 宫里的隐供处 作何用处 阎哥四人 对了 我好像记得你有个七岁的儿子是吧 不如带进宫给我当侍童吧 明智一听这话 吓得扑通一声跪在地上拼命求情 可皇后却仍给她一道避选题 要么你儿子进宫 要么相侍流产 明智没辙只能给相侍的宝胎药 里加了点东西 好在深谙后宫争斗的狙击出面阻拦 这才救了相侍胎儿一命 这是相夫人的药吗 正是 相夫人怀的乃是霸心 心我大楚之人不可怠慢 我刚刚起奏大王 明智胳膊肘一顶 直接就把罪证给毁了 可举姬何许人也 拿鼻子一闻就知道这碗里加的是什么药 王后一记不成又生一记 她请奏楚王 说是为了楚国和霸心着想 想接向是去她的宫中居住 然后再办个欺负party 迎接霸心将士 楚王不知道自己当了大冤主 海格纳猛夸王后通勤达理 结果像是差点一失两命 好在举姬闯宫 请求楚王轻视 王后惊恐之下不敢妄动 再加上女衣明智不愿害人 这才使得像是能够顺利生产 然而当楚王看到她心心念念的霸心后 整个人瞬间就傻了 来 让寡人抱抱着霸心 恭喜大王 相夫人为大王产下了一位小公主 你说什么 到底是公子还是公主 大王确实是位公主 楚王惊了 不是说好是霸心的吗 不是说好是天下霸主的吗 怎么生下来却是个女孩 楚王揭开强宝 确认了婴儿是女孩的事实 我怎么会这样 霸心 这就是唐妹说的霸心吗 楚王甩袖而去 他不知道 其实唐妹说的没错 只是这女孩不是霸心本心 而是霸心奶奶的奶奶米月 现在的后宫 怕是除了楚王和举姬 所有人的内心都是欢喜的吧 毕竟王后的儿子没有了威胁 女衣明智的儿子不用做太监 像是日后也不用再担惊受怕 如此说来 霸心是个女婴又何尝不是件好事 只是苦了夜观天象的谢侯爷 大胆唐妹 你竟敢欺君 你跟寡人说 有霸心降世于后宫 可这出世的孩儿 却是个女婴 唐妹心惊胆战 说她的眼睛只能观天看下 无法判断胎儿男女 哼 难道你想说 霸心竟是女子 楚王本来只是窝火 没想把霸心法办 不料这货竟是个直性子 非要把自己往死里做 霸心若为男子 乃国之性 若为女子 恐怕 福祸难料 嘿你还别说 这霸心真有两把刷子 愣是把战国后期的事 说得明明白白 但楚王哪里知道这些 气得当场摇来卫兵 给寡人挖去双眼 流放边关 永不得回颖都 唐妹刚被处置 王后就借着话茬 让楚王解决像是母女 你臣妾看 既然是天命 那不如就让她听天由命好了 得到了大王首肯 王后当即派人 强行抱走鹰海 然后置于竹筐随水漂流 婴儿的啼哭 引来了后宫众人的围观 看到竹筐从高处落下 所有人都以为婴儿已经溺死在了水中 不料片刻之后 神像附近竟然再次传来婴孩的啼哭 王后气得咬牙切齿 狠狠瞪了一眼是女带帽 心说你咋不掐死再扔 但目已成舟 就连王后本人也不得不承认 这是少司命显灵了 像是一路小跑奔向瀑布 发现女儿竟好端端地躺在岸边的荷叶之上 楚王一看孩子命大 也就不打算杀了 于是随口就给启明叫月儿 但像是万万没想到 她受尽磨难生下的女儿芈月 长大后竟变成了甄嬛 你是谁啊 你是谁 你猜猜 你是大王 嗯 那你是谁啊 你也猜猜 楚王都精了 长这么大 从来还没人敢这么跟她说话 你一定是寡人的公主 可你是哪个公主呢 你知道的 寡人不知道 一听父亲不知道她是谁 小女孩瞬间变脸 哼 小女孩头也不回地走了 楚王虽然一脸懵逼 但她并不生气 小女孩躲到门外 本想等父王记起她是谁 不料楚王压根就没想 女孩没辙 只好气鼓鼓地回到房间 大声告诉父亲她的名字 我叫芈月 哦 还是你给我取的名字呢 哦 是你啊 没想到 你都长得这么大了 我也想不到啊 你想不到什么 我原来以为你是一只大老虎 寡人怎么会是老虎呢 老虎是大王啊 你也是大狼 楚王被芈月的神逻辑所折服 欣然承认她就是一只大老虎 不料下一秒 芈月就要求楚王站起来 为什么 站起来 楚王虽然不知其意 但却听话照做 可紧接着她就被芈月摸了屁股 楚王懵了 你这是干什么 娘亲说过老虎的屁股摸不得 同住宫中但却多年未见的父女俩 在这一刻建立了感情 感受到了父爱的芈月 突然又想起了她那可怜的娘亲 父王你去看看我娘亲吧 你娘亲 她是相夫人 她很想你的 日日都想 你怎么知道 因为她日日都站在门口 朝父王这里忘了忘了 就是不说话 楚王得知三千的老婆中 居然有人能天天想念她 心里很是感动 可今晚她已经答应去王后那里用膳 你越听父亲说不能去看娘亲 小情绪立马就上来了 好吧 回去告诉你娘亲 寡人今晚就去 好 你要说话算数 楚王确实按照约定去看了芈月的娘亲 而且还是日日去看 王后得知相氏连日受宠 很是不满 于是挖空心思想要收拾相氏魔女 由于大王对芈月非常喜爱 所以王后一直没有机会下手 直到粤鱼之后 楚王决定轻争月薄 这下就再也没人能保护相氏和芈月了 你会放屁吗 放屁 嗯 放屁 嗯 嗯 嗯 你看我的 我可以放个连环屁 嗯 嗯 嗯 小米月正可知和姐姐比放屁 不料对方却突然拦住了她 亏了母后不在 她若见了 就会说我们行为粗鄙 但发脾气的 小米月不明白 母后为何会生气 姐姐说因为她是楚国公主 所以母亲不允许她这么做 小米月一听这话就更纳闷了 她也是楚国公主 可自己母亲却从来没叫她这些 米叔说自己是嫡公主 所有人见她都得下跪行礼 小米月歪着脑袋一口答应 紧接着便跪在地上一头磕了下去 米月行完礼 抬脸就说嫡公主也得向她行礼 为什么 莱尔布吧 菲林爷 米叔觉得有礼 于是也扑通一声跪在地上 开始给米月磕头 不料这一幕恰好被王后看见 老巫婆才不管什么孩童嬉戏 直接就要让米月下跪赔罪 我跪我跪我为什么要跪 好在楚王及时出现阻止 虽然米月没有受欺负 但这笔账王后却记在了心里 跃鱼之后 楚王准备率军出征跃博 后宫一切事务全都交由王后打理 恰在这时 怀了二胎的像是生下一名男婴 楚王赐名米容 晋升向夫人为妃 赐宫殿一座紧断珠宝无数 但宫斗和其凶残 楚王前脚刚走 王后就派人在向妃的华服上 坐起了手脚 紧紧一晚的功夫 向妃就全身犯起红枕 王后一声令下 米月从此便和母亲失去了联系 举姬虽然对此事心知肚明 但她此时却不信念 也没有一个当将军的哥哥 向妃出宫以后 直接就被送到了 泼皮毒鬼魏甲家里 向妃虽然亮明身份百般抵抗 但还是被魏甲玷污了 而这一切皆是王后暗中指使 楚王两年后大胜而归 但向妃此时已为魏甲生下一名男婴 名叫魏冉 米月得知母妃为此十分想念 举姬连西非常 最终安排侍女魁姑带米月与向妃团聚 见母亲落魄至此 米月心中万分悲愤 虽然举姬一再告诫 不能将向妃在世的消息告诉楚王 可米月心疼母亲 最终还是吐露了事情 楚王听闻大怒 当即派遣卫兵出宫寻找 魏甲见状急于阻拦 不料被卫兵当场赐死 向妃知道王后不会善罢甘休 于是回宫后便决定作局复仇 举姬虽有心劝解 但向妃心意已决 王后不知有圈套 还一脸高傲地来看望向妃 殊不知她前脚刚离开 向妃就喝下毒酒准备以命相搏 楚王闻讯赶来悲痛不已 向妃死前咬出她是被王后所害 楚王震怒玉妃后令礼 不料未等下旨 便因酗酒过度就即复发而亡 王后逃过一劫被加封威后 其而米怀继位 威后为了报向非薄命之仇 欲让芈月芈蓉陪葬先王 举姬求情为果 便用自己性命替代芈月兄妹 屈原剑后功不宁 于是出面迫使威后妥协 威后为宝王室颜面 不得不松口 但为了以绝后患 威后最终还是以替先王守灵的秘密 将芈月芈蓉撵出了王宫 芈月来大姨妈了 玉儿 你怎么了 肚子疼 你手上怎么有血 是不是跌伤了 黄歇以为芈月是摔坏了屁股 抱起她就去找葵姑 结果葵姑一瞅出血的位置 当时就明白了 黄歇不明所以 还一个劲的抄抄要帮忙处理 我也想能打八手 出去 芈月一看葵姑拈走了弟弟和黄歇 还以为自己得了重病 我是不是要死了 不料葵姑告诉芈月 她长大了 要做女人了 芈月吓得一哆嗦 赶紧否认 她不想长大 更不想做女人 因为她见过父王有宠妾三千 也见过母亲因公斗而命丧黄泉 即便芈月极力逃避 但葵姑还是很明确地告诉她 这些都已不可改变 就好比此时此刻 楚国的王宫内 几百名风华正茂的女子 正等待着楚王挑选 原来楚王米怀身上有狐臭 为了找到一个能接受这种味道的女人 她前前后后已经看了上千名女子 一号嘉丽为了迎合大王 故意说她闻到了熏香的味道 楚王不满地摇了摇头 又叫来二号询问 长得果然不错 你老实地告诉寡人 你闻到了寡人身上什么气味没有 二号使劲摇头表示没闻到 可楚王仔细一看 二号竟然一直憋着气 你说没有那你为何憋着气 连话都不敢讲 下去 楚王气得不行 抬手叫来三号 告诉寡人 你闻到了什么气味没有 不料三号近视的狠人 他既不遮掩也不逃避 直接猛炫一口 然后一脸惬意地告诉楚王 小女子 真真切切地闻到一股气味 闻到了什么气味 一种特殊的气味 一种大王真上独有的 气宇宣昂 动人心魄的气味 一种让天下男人都爱人失色的气味 楚王听后非常满意 为了证实郑秀不是有意欺瞒 于是楚王让他靠近一点多炫几口 然后再问他是不是当真喜欢这种气味 闻到这股气味 小女子 情不能已 楚王开心极了 一把拖住郑秀的小脸将他视为知己 但楚王怎么也不会想到 郑秀这几天正好犯了鼻炎 在得到楚王的宠爱后 郑秀很快便独霸后宫坐上了男后的位置 就连一贯心狠手辣的王太后也拿他没有办法 郑秀虽然是个绿茶妹 但心肠却不算狠毒 甚至还懂得感恩图报 而这正好改变了楚国公主芈月的人生 红烧鲤鱼凉拌多菜 外加一道土豆片炒胡萝卜 我要不说这是在战国 你指定以为这都到明末了 芈月请黄蝎吃饭 可桌上却只有三道菜 为了照顾弟弟 芈月把鱼尾分给了芈蓉 把鱼身家给了葵姑 葵姑一看黄公子没得吃 于是就说自己不爱吃鱼 把鱼身倒给了黄蝎 黄蝎为了照顾心上人 于是说自己也不爱吃鱼 紧接着便把鱼又翻给了芈月 就这样 一条新鲜的红烧鲤鱼 愣是混合着几人吃剩下的汤汁 来到了芈月的碗里 自从几年前 芈月被王太后赶出皇宫 她们就一直过着 这样倾庭的日子 本以为等弟弟芈蓉分了封地 她们就可以不在首领远离 王太后的魔爪 不料几天后的一次偶遇 彻底改变了芈月的人生轨迹 你怎么了 我不知道被 被生的东西咬了一下 你看都成这样了 芈月一看女子是被毒草所伤 于是转头就去救了一把艾草 然后放在嘴里嚼巴嚼巴 敷在了女子的伤口上 这是大蝎子草 蝎子 咬人比蝎子还厉害的一种草 当年我娘亲 就是被这种草给害苦了 得知芈月是公主 而且还是被老巫婆所害 郑秀当即沉默 日后有机会一定投逃暴力 但芈月根本不图这个 因为她压根儿就不知道 郑秀的身份 直到多年未见的姐姐芈叔前来 她这才得知 原来郑秀是楚王的宠妃男后 芈叔芈月多年未见 正隔着酗酒 不料又被王太后瞧见 老巫婆不分青红皂摆 上来就要鞭榻则骂 芈月发动永生之血 召唤出仆从魁姑 拜见威后 月公主 若是有何查时 倒是奴婢的过错 我威后恕罪 我跟公主们说话 什么时候一个奴婢 可以随便过来插嘴 来人 把这屋里的奴婢拉下去 打二十仗 虽然威后责罚芈月时 郑秀并未出手相救 但等一回宫 她就窜夺楚王 让把芈月等人接进宫中 芈月和她弟弟在陵渊 已经守了六七年 这时间也够长的了吧 如果大王的骨肉手足 长期流落在外 传出去 岂不成为世人的笑柄 尽管楚王知道 王太后不喜欢芈月 但架不住郑秀 软磨硬泡撒娇卖俏 就这样 芈月再一次回到了王宫 虽然宫里除了威后 又多了一个爱慕虚荣的芈月 但好在芈月有一个 真心待她的姐姐芈月 有蛇 有蛇 哪里有蛇 那儿呢 芈月闻讯赶来撵走毒蛇 然后不顾个人安危 替姐姐吸出毒液 最后揪下一把牛舌头草嚼碎 敷在芈月的伤口上 虽然此举过于凶险 但却救了芈月一命 王太后得知此事 重赏了芈月 并免了她的杂役差事 原来自打芈月重返王宫 王太后便安排侍女戴帽百般刁难 虽然芈月同是公主 但这待遇却是一个天上一个地下 芈月日日学习琴棋书画 而芈月却只能扫地擦洒 要不是遭遇毒蛇救了芈月 芈月说不定得继续在后宫之中为奴为仆 但经历了此等事后 芈月的胆子也越发变大 粤鱼之后 芈月因宫内挑不出好的布料而发愁 芈月听闻 先是带着芈月出宫 然后乔装名女到尹都及时闲逛 不料和楚国有仇的月人 发现了他们的行踪 一路尾随并准备携为仁质 幸好被两位情人相救 李叔见老伯为救自己负伤 于是掏出手怕替对方包扎 李叔不知老伯是秦王 秦王也不知道女子是公主 虽是匆匆一面 但却留下绝世姻缘 秦王此次到访楚国 除了破除五国合纵 更重要的是要迎娶楚国嫡公主 而这人刚到尹都 二人就先见了一面 你就说巧不巧吧 楚国朝堂一听秦王来访 立马就各执一词 尤其是以镜上为首的连秦派 和以屈原为首的抗秦派 一直争论不下 楚王米怀左孤右派 一怕会见秦王坏了五国合纵 二怕得罪秦王引来秦国仇事 当此左右为难之际 屈原立牌众议 建议楚王先过个端午 拖上秦王一段时间 然后再见机行事 虽然楚国朝堂已做决断 但千里长堤怎会没有以学 秦王得知屈原计谋 当即派人给镜上送去大理 点拨他找男后郑秀帮忙 于是当天夜里 一颗说大的夜明珠 就被送到了后宫 郑秀建议楚王 既然不想跟秦国联姻 但又不能明面上拒绝 不如找一个样貌丑陋之人 假扮米叔 让秦王知难而退 如此既不主动得罪秦国 诱全了诸国合纵之士 楚王一听有礼 当即同意 但他万万没想到 秦王却偏偏要娶这个样貌丑陋的假公主 这下真米叔坐不住了 哎姐姐你看看 这就是你啊 肥面宽鼻 粗手粗脚 头大如抖 米叔绷不住了 一个劲哥那傻笑 殊不知秦王心中早已有了盘算 胖公主一上殿 楚王就乐得合不拢嘴 群臣更是笑得直拍大腿 假公主不知如何是好 只得一脸尴尬地站在原地 过了好一会儿 楚王笑累了 这才转头询问秦王 是否愿意娶这个胖公主为妻 楚王本以为秦王会知仇而退 不料对方竟赞不绝口 令妹果然天赋迥义 四德绝佳 楚王一听如此夸赞 还以为秦王说的是周里中的四德 结果此四德非比四德 令妹是 宝德 恶德 弱德 朗德 真米叔躲在屏风后乐的直不起药 以为秦王上当 但赢四其实早已看穿了一切 他把假公主比做明厨一雅 搞得楚王十分尴尬 而更让大家没想到的是 秦王竟然坚持求娶这位胖公主 秦王你当真要娶 那个 她吗 既然她就是楚王的嫡妹米叔 本王别无他求 楚王一听这话 顿时傻了眼 而真米叔一回到秦宫 便迫不及待地让米月带她去找秦王 提醒她那个胖公主是假扮的 为了顺利完成任务 米月先是找到太子半读黄蟹 不料俩人刚出宫 就碰到了衣衫褴褴的张仪 原来这货为了给楚王献策 已经在宫门外逗留了好几天了 黄蟹得知此事 于是主动要求替张仪转成策略 因为米月和张仪有旧交 因此便想带着她一起去面见秦王 但他们万万没想到 仨人往秦王面前移坐 人家也不愿搭理张仪 为了搏一搏单车变摩托 张仪硬是等米月和秦王交代完公主 被人假扮一事 他这才跟秦王搭上话 秦王以为张仪是个有嘴滑舌之辈 本想送他二十斤打发了 不料人家张仪根本不稀罕转身就走 秦王见此这才和张仪敞开心扉 二人最终约定 以两个月为期帮秦国破除五国合纵 一日 楚王阅读了张仪的玉女论 当场就要召见张仪 张仪投其所好忽悠楚王赏赐千金 命他代为周游列国寻找美女 男后郑秀听闻此事 连夜找到张仪 以千金之力威逼利诱 让他劝说楚王取消寻美之举 张仪一听又能正义千金 高兴的当场答应 就这么着张仪啥事没干 光凭耍嘴皮就一下挣了两千金 为了完成对秦王的沉默 张仪事后再一次找到郑秀 以为美人得宠之事出谋划策 让郑秀安排人 误导魏美人的鼻子歪了 不知情的楚王 以为魏美人是嫌弃他的胡臭 于是大怒 派人当场割了魏美人的鼻子 魏美人受辱 魏国朝堂一片哗然 由此为楚交恶 五国合纵也就因此生了嫌弃 秦王再次来楚之时 对张仪赞赏有加 但此时的米叔却因为夜明珠事件 被软禁在了王宫 原来当初秦王派人 给郑秀送了一颗夜明珠 米英见了十分喜欢 于是偷偷藏匿 待人发现夜明珠丢失后 米英又将此事嫁祸给了米月 米叔为救米月执意求情 于是二人接连被罚 米英趁着米月受伤 在饭菜里下毒 险些要了米月的性命 但米英万万没想到 自己天衣无缝的计划 最终还是毁在了黄邪手里 月儿的命是子歇给的 月儿就是子歇的性命 我要还你 不用还你 还你 用一辈子还你 一辈子 太少 虽说黄邪最终沦为了备胎 但此时此刻 米月的确是真心托付 几天前 米月因为替米叔和秦王传信 遭到米英陷害 不但备杖则了二十 还被关进了小黑屋 原本只是皮肉伤 不料这恶毒的米英 竟然又在饭菜里下药 米月身重剧毒 眼看人事不行 好在黄邪及时赶来 反问公子姓名 在下姓黄明邪 太子半毒 让我进去 进宫之地 公子不可无理 俩小兵虽是百般阻拦 但却架不住黄邪救人心切 眼见对方要跟他们玩命 二人扭头就去叫人了 黄邪在张华台 找到病倒的米月 郑狱施救 不料卫兵再一次赶来 黄邪被四人围殴 胳膊中了一刀 虽说是寡不敌众 但黄邪却死战不退 就在卫兵准备捉拿二人之时 幸好嫡公主米叔赶来 姐姐 喝不得 为什么 有毒 有毒 米叔惊了 赶紧就让侍女去请医医 不料俩人吓得根本就不敢动 因为下令官米月的是王太后 那这下毒的又会是谁呢 米叔见人使唤不动 但米月又实在病重 于是米叔一不做二不休 直接一口闷了那碗有毒的凉白开 侍女吓得不轻 赶紧就去报信 王太后一听有人下毒 顿时就猜到了是她身边的民阴所为 你鬼迷心跳 虽然王太后怒不可恶 但此事更重要的 是赶紧派人去张华台给米叔解读 于是就这么的 连带着米月也就有救了 越渝之后 经历了生死险境的米月和黄线 最终私定了终身 但很快 他们二人的事就随着秦王的到来而发生了改变 为了彻底破除五国合纵 秦王再次带着众礼来到楚国 虽然米叔心仪秦王 但楚国朝堂乃至楚王 都不赞成这桩婚事 毕竟他们更希望达成五国盟约 以此制衡秦国 米叔为了迫使楚王和王太后妥协 竟不顾公主之尊 派米月出宫念见秦王 但你虽不老 但年纪也不小了呀 还不赶紧 将叔姐姐迎娶到秦国 晚一步 可是有人要抢的 米月来找秦王 催促她赶紧迎娶嫡公主米叔 不料秦王一点也不着急 米月一看这情况 当即就把赵国派求婚使者来处的事给说了 赵侯庸派来的求婚使者 就住在这个驿站 朝廷内外不少人都主张要将叔姐姐嫁给赵侯庸 老婆 快快动作 也好叫叔姐姐定心呢 米月的一番话 让秦王十分感动 为了劝退赵国求亲使者 秦王的弟弟处礼籍 借送米月之机 故意透露楚国公主与秦王有联系 公主慢走 望公主下次再来 秦王不必相送 告辞 处礼子 敢问刚才离去的 是楚国的哪位公主 还有哪位啊 自然是楚国的嫡公主米姝啊 这不符合规制啊 嫡公主金枝玉叶 她来与秦王相见 难道还要弄得世人皆知吗 赵国使者一听这话 差点没被过气去 而楚王这头也正为此事发愁 有人建议答应秦王 有人建议允诺赵国 更有慎者 竟要求斩杀秦王换取五国合纵 虽然楚王当时并没有给出结论 但很快宫内便传出消息 说楚王明日要宴请秦王 米姝得知此事十分开心 不料米月却告诉了她另一个版本 姐姐只知其一不知其二 那是圈套 圈套 是才仔细告诉我 说大王已经听从昭阳的劝说 要在沿袭之上埋伏刀符手 又杀秦王 将你嫁与赵和庸 米姝吓坏了 赶紧就让米月想办法 联系一下屈原劝说楚王 不料屈原因为反对此事 被强行放了端午 现在唯一能救秦王的 就只胜出公报信 让秦王不要参加宴会这一条路 二人拿定主意随即出宫 但米姝万万没想到 秦王竟把米月当成 她差点抱上了床 是 谁 谁 老伯 不是 说是书公主吗 秦王看报错了人 赶忙赔礼道歉 见识误会 米月也没多说什么 直接就去门外 接米姝与秦王相会 我在门外等你啊 米月说完就镜子出门 睡在了门外的台阶上 一日清晨 米姝与秦王道别 恰巧又被赵国使者看到 秦王扭头就说 楚王今日就会把 嫡公主许配给她 赵国语气空手而归 不如求娶个美貌侍女 也不至于白跑一趟 赵氏被气了个半死 不料秦王刚走 处理急又上来拱火 赵大夫 刚才已经侵读 楚国嫡公主的容颜 既然无法娶到嫡公主 推而求其次 并不难堪 楚王看 这把匕首如何 好匕首 鱼长匕首 削铁如泥 楚王可愿事上一事 事就不必了 秦王一刀斩断同绝 吓得楚王米怀当场崩溃 埋伏在偏殿的刀斧首文声出动 整个楚国大殿 顿时间把弩张杀气弥漫 楚王 你这是要拿本王的命吗 寡人的本意是 米怀吞吞吐吐 说他只是为了会场安全 特意多叫了些保安 不料秦王一点面子不给 当场就拆穿了 楚国想要毁婚 谋杀秦国国君的事实 秦王 这是个误会 误会 本王知道这定是误会 若不是误会 只怕本王性命还在 楚王的性命却没了 赵阳 此时 秦王的剑离楚王的左边心脏 只有0.01公分 但是四分之一住香之后 两人竟然结为了狼就 异国之君在自己的朝堂惨遭挟持 另引昭阳顿绝颜面尽尸 愤怒喝退刀俯首 完了还不忘在内涵一下 快要尿裤子的楚王 你们这些丢人现眼的家伙 都给老夫滚下去 还不快滚 秦王剑威逼成功 继而以利又提出愿赠商鱼之地 换取嫡公主米书 楚王最惜土地 一听要送他城池立马两眼放光 完全忘了刚才挟持之辱 好在楚国大臣还算冷静 提醒楚王 眼下楚国正商议与五国结盟 书公主也许给了赵侯庸 楚国只有一个嫡公主 岂能一人许配两国 楚王连忙配合假意为难 可达连很快就来了 赵国前来求亲的使者不告而别 这可把楚王气了个半死 两国联姻大事哪能当作儿戏 这分明就是在打他楚王的脸 可他不知道的是 狗喜的事还在后面 更不会想到 这是秦王的离间之计 赵国使者临走时说 他们亲眼看见 秦王和书公主多次在议馆 私下相会 郎情惬意 既然秦楚交好 外人怎能过分勉强 一派胡言 寡人的王妹书儿 自幼乖巧贤书 怎会与秦王做出那苟且之事 楚王被气得差点当场发疯 但碍于场合和自己的身份 只能强装镇定向当事人求证 可他哪里是秦王的对手 不肯定也不否定 只说解决办法 让你游火也没地儿法 只要 楚王应允 择日迎娶书公主便是 你们这不是趁火打劫吗 可惜啊 已经水到渠成 生米煮成熟饭 原本这只是一面之词 可惊不住另一的当事人自己上担子失锤 米书一时恋爱脑上头 竟不顾皇家颜面闯入正殿 当众承认了和秦王的私情 差点没把他割气吐血 楚王应是一口气喘了两次 也要再劝一劝自己的傻妹妹 秦王赢四 三番两次来我楚国求亲 声言非你不取 可这秦国千里迢迢 道足且长 王兄认为 你一定不会愿意嫁到那荒僻之地的 所以正打算替你做主 大王恕罪 求大王提去兄妹亲情 成全姝儿与秦王的姻缘 楚王的脸被打得生疼 就连楚国的颜面也被按在地上狠狠摩擦 秦王趁火打劫端起酒杯 楚王 这第三杯酒 交助本王与姝公主 百年好和 子嗣年延 很快事情传到了威后耳朵 一边恨自己女儿不争气 一边又担心秦国荒蛮情人粗鄙 女儿嫁过去吃苦 于是决定五日之后 她要在尹都少私命大典上 亲眼见一见这个人人称赞的秦王 这 公主答应的酬劳 这是宫中最好的杨之玉 一等平日 是见不到的 公主也被小看了奴婢 这酒 也是稀罕物 此酒名为北玉雪梨酒 性寒烈 夏日离少饮可结束 一旦贪杯就会腹痛男人 而米因要的正是这个效果 她将酒带至祭祀大典 听到米叔要喝凉茶连忙端上前 我这里有一壶玉露穷江 据说饮用后可让人兵激玉骨 有托神成仙之谈 既然妹妹将在祭祀大典上主跳少私命祭舞 何不多饮两杯 也可诸信 米因不怀好意疯狂安利 身后的丫鬟却不听眼神暗示 米叔也不傻立马瞄懂 但她心里也有自己的小酒酒 米月助她与秦王私定终身 她要报答米月 让她成为今晚舞会上最亮的仔 米叔喝了一碗又一碗 只因自己的母后是宫里只手遮天的威侯 也料定米因必然不敢对她下毒 只是看迷糊了好心的小丫鬟 不明白这位娇生惯养的公主是要闹哪样 很快祭祀大典开始了 米叔突然腹痛男人 丝毫不给女士找替补的时间 要知道少私命大典可是宫里的头等大事 米叔更是威侯轻点的少私命灵悟 出了问题谁都担待不起 现舞少私命万人瞩目 千万耽误不得 女士要早做打算 若是叔公主不能领跳 那只好临时更替 眼下能顶替姝公主的只有 女士说得有理 能顶替姝儿现舞的就是月公主了 好家伙都快笑死了 米因人都站起来了 还以为会听到自己的名字 万万没想到 竟然被米月钻了空子 可即便如此 米因还是不死心 米月向来忤逆 威侯若知晓此事 定不会答应 女士已经说了 此事由少私命判定 即便日后母后怪罪下来 姝儿自会分辨 反正就不让你米因跳 气死你气死你 随着楚月奏起 窈窕美人长袖折腰 翩翩起舞轻柔飘逸 黄蝎领主唱团声音低沉肃目 时而伤怀时而勇叹 再歌再舞以乐诸神 黄蝎身负一柄玉树林峰 就连威侯也忍不住想多看两眼 也怪不得米因神魂颠倒 身边若有这样的男子 哪个少女不怀春呢 可很快 威侯脸上的笑容就挂不住了 米月一袭蓝色华服惊艳亮相 恶魔多姿宛若仙子 更与黄蝎眉目传情 现场洒起了狗粮 米音气得在心里直骂娘 秦王更是失了神 初离子 米月这个丫头 平日里看起来 男孩子似的豪爽 今日呢 恍惚换了一个人 晚约可 陈帝 当才见她在台上 与黄蝎眉目传情 得到初离子的提醒后 秦王这才想起看米书一眼 米书含羞一笑 米月一袭华服惊鸿义舞 不但惊艳了众人看待了秦王 公子蝎更是激动到当场求婚 大王之媚月公主 温婉贤淑 冰清玉节 黄蝎攀龙赋奉 爱慕已久 恳请大王将月公主 许配给黄蝎为妻吧 楚王本想成人之美 可奈何身边还有个威侯 威侯以婚姻大事 必须合护礼法 当以父母之命 媒妁之言方可上门提亲 这番话乍一听没毛病 其实只是在拖延时间 威侯对米月恨之入骨 又岂能如她所愿 踩着嫡公主上位 在少司命纪舞上出尽了风头 要不是自己的傻闺女 三番五次阻拦 早就让她见不到明天的太阳 为了布置一盘大棋 威侯先是默许了皇族族长提亲 随后将黄蝎换至高堂台 说已将她与公主的生辰八字 交给了大祭司 大祭司在神寺 求问神灵求问祖先 祖先说 你们这桩婚事应是吉兆 终于可以娶到心心念念的月公主 黄蝎笑得像个两百斤的大傻子 却不知道此公主非比公主 更不会想到 这一切都是威后报复米月设下的局 黄蝎飞奔相告 没想到事情竟会如此顺利 米月一时有些不敢相信 但此时的两人完全被幸福冲昏了头脑 对威后的诡计毫无觉察 米英一反常态前来道喜 黄蝎还傻呵呵地要请人喝喜酒 喜酒呢 燕儿当然是要喝的 而且会和黄公子一起喝 两人一头雾水 可等黄蝎回到家 才发现宫里送来米月的生辰八字有问题 月公主是鬼位年生人 而这上面是人五年生人 日子时辰都不对 什么月公主 你手里拿的是殷公主的八字 你可不要乱讲啊 这句话犹如晴天霹雳 黄蝎这才意识到自己被骗了 她不顾阻拦闯进高堂台 质问威后为何偷天换日陷害她与米月 可计谋达成的威后 又怎会因她三言两语改变主意 你跟米音的婚事已是覆水难收 不要啰嗦 回去好好操办吧 威后万万不可 威后身为后宫之母 怎可以个人好恶和一己私欲 毁了别人的良缘呢 不要以为你是太子半毒 便可胡言乱语 把这个不识抬举的东西 给我赶出高堂台 黄蝎的抗争 反而激起了威后沉寂已久的征服欲 她就要米月眼睁睁 看着心爱之人娶了别人 痛苦煎熬彼此还要难受 得知黄蝎被软禁金华台 米月心急如焚 突然想起米叔曾让她做硬事陪嫁到秦国 现在想来也只有这一条路 才能让她和黄蝎名正言顺地离开楚国 远嫁秦国之路由米月作陪 米叔当然是一百个乐意 纵使威后百般阻拦 可也拗不过女儿 很快便到了米音米叔出嫁这一天 却迟迟不见新郎黄蝎出现 夫君 姑母怎的好糊涂啊 竟然叫侄儿夫君 新娘子成婚当天 竟然发现自己的新郎不见了 她跌跌撞撞走出喜房 却从宫人那里得到了一个更崩溃的消息 黄公子呢 黄公子 黄公子不是在屋里吗 那是太子 太子 太子一早来给黄公子贺喜 然后就走了呀 转住 那走掉的是黄公子 堂堂一国公主被当众逃婚 这对米音来说简直就是七尺大人 她愤怒地冲向大殿 完全忘了这里正在举行一场更为盛大的典礼 嫡公主米叔也要在这一天远赴秦国嫁与秦王 贱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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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米音不合时宜地出现 丝毫不顾及皇家体面的撒泼行为 让在场所有的人都惊呆了 就连楚王的话也听不进去 好在威后及时将她镇住 米音 嫡公主出嫁 你怎敢放肆 打我威后 替米音做主 黄蝎取婚 她跑了 米音料定是米月设计险害 让她马上就要到嘴的夫君就这么美了 米月也不含糊 人是成婚的时候不见的 与她又有何干系 可这话骗得了别人却骗不了威后 好硬的一张嘴 给我拿下 是 母后 那黄蝎被关在金华台多日 月妹妹日日与姝儿在一起 黄蝎走了 去追那黄蝎便是 怎怪在月妹妹身上 那黄公子定是被米月迷惑了心窍 今日突然不见 定是米月早有预谋 你这桩婚事 黄公子本来就是不情不怨的 强爱牛头喝水 得此结果也怨不得别人 果然来自官方的吐槽最要命 米音被怼得哑口无言 心说强扭得瓜不甜 但她解渴呀 可为后看到的远比米叔更加深远 她早猜到米月突然愿作陪嫁应试前往秦国 定是有不可告人的秘密 现在黄蝎又聚婚失踪 明显是两人提前商量好的 说着便命人将米月扣下 母后 今日是姝儿出嫁之日 一身祸福军系此刻 米音哭闹脚肠 母后又要扣下姝儿的陪嫁应试 假如一定如此 不嫁也罢了 米叔直接放大招 让威后一时没了主意 眼看闹剧难以收场 秦国两大助攻先后登场 楚臣镜上已怕耽误及时为由 立劝楚王下令即刻出发 宠击郑秀秉持敌人的敌人就是朋友 也劝楚王将米月放行 黄蝎毁婚事小 楚秦连英才是大 楚王被这么一吹 这才定了主意 母后 眼下没有证据证明 黄蝎的出逃与敏玥有关 以寡人之见 还是得过且过即刻起承罢 这怎么可以 有何不可 若不是你强行把米音许给黄蝎 事情怎么会闹到如今这个地位 威后自知理亏 只能含泪下场与米叔告别 终究还是少不了那一句 我做的一切都是为了你好 你以后有了自己的孩儿 你便会明白 做娘的一片苦心 母后 往后山高路远 姝儿不能陪在母后身边尽孝 还望母后多加保重 母女俩哭得累人一般 此时的米叔单纯善良 从未尝过世间险恶 自然无法领会到威后所说的十分之一 人心难测 帝王家更是如此 很快及时到了 米叔拜别威后大王 带着陪嫁应妾和侍女穿过楚国王宫 懂事的米蓉也前来为姐姐送行 米月含泪叮嘱 今日的分别 是为了以后更好的团绝 仍然送姐姐出嫁 就这样米月带着魏冉和魁姑 踏上了远赴秦国的道路 她自知前路艰难险阻 却怎么也不会想到 来自母国的人祸更加致命 谁啊 一位故人 米月小心翼翼打开门 眼前的白发老人 身形勾楼面色无青 差点没把她当场送走 你是月公主 是那颗霸心 你在说什么 当年老夫夜观天象 发现霸心处事 四伏变 六甲乱 驻天下大变 她将此事报于楚王 说有霸心降临楚宫 可没想到生出来 却是个女娃娃 为此大王震怒 将她蜿蜒流放边关 天命不可为 无男女之分 非人力所能更改 若是逆天而行 必受其祸 必受其祸 想起小时候遭遇的种种 米月恨得咬牙切齿 突然一个奇怪的声音传来 老伯猛然呼在米月身前 两只剑正中她的后辈 米月惊恐之余 忙将老伯拖进屋 然后拼命抵住大门 好在晴江萌翱带人及时赶到 当场捉拿了刺客 反倒是楚江不等问话 一剑将刺客斩杀 米月心中虽有疑惑 但因出嫁队伍中没有死伤 刺杀之事也就不了了之 次日清晨 宋卿队伍浩浩荡荡来到楚情边界 往前一步 米月米叔就要离开故国嫁入一乡了 临行前楚国祭司高唱楚慈九哥 祈求楚情两国劫勇士之好 米月展开手帕彭一捧黄土 此番去国离乡 不知何时才能重返故国 彭一把故国之土带在身上 也算了以为解 可进入秦帝后 漫天风沙路途越发颠簸 米叔水土不服 加之车马劳顿 身体终于支撑不住了 萌奥可不管这些 丝毫不顾及公主们精尊玉贵 强势催促上路 默将知道 公主身子娇贵 可公主没日 时初早歇 走走停停 中间又是种种事物 照这个速度行进 怕是会延误婚期的 戴帽不忍公主受苦 便上前与萌奥争辩 可这萌奥也是个暴脾气 没说两句便吵了起来 好在米月及时就场 这才为米叔争取了半个时辰的休息时间 很快车马到达五官城 米叔的病情却越来越重 丫鬟跑遍了药铺 却无一人愿意抓药给他们 米月这才想起这里是秦国 药铺的人自然不认识楚子 无奈之下只得求助萌奥 让他派一名董楚文的秦兵一同前往抓药 萌奥却以大秦氏族不是杂意为由拒绝 但他告诉米月 出一站往前走再往北管 有家庸式药铺 药铺的主人乃是五官城内最有学问的人 果然掌柜一看药方 便知道他要抓什么药 可一看药量迷糊了 秦楚两国的度量衡并不相同 万一抓错了药量 可是要吃死人的 正在这时 内室中走出一片片公子 正是药铺的主人雍瑞 年少时曾在楚国流过血 不但识得楚字 还对各国度量换算十分清楚 米月成功拿到了药 可付钱的时候又麻烦了 那我这楚国的钱 在秦国是不是也不能用啊 也不是不能用 一般来说就是撑住 不管什么钱币 大致分量都差不多 随后雍瑞为米月兑换了钱币 米月费尽周折 终于为米叔抓来了药 可奇怪的是 米叔服药多日却仍为好转 玉儿愿意 这一刻就做紫蟹的妻子 玉儿不可 玉儿万万不可 紫蟹是玉儿为珍宝 你我只有行为六礼 明媒正确后才可结为夫妻 紫蟹愿意等到 迎你入洞房的那一天 那一刻 世间最痴情的男子 也不过如此了吧 泪珠滑落眼眶 米月顺势倒入黄蟹怀中 感动心疼更多的却是无奈 她本打算夜里与黄蟹私奔 可米叔突然病重 她实在不忍心气 她欲不顾 于是决定到了咸阳之后 再做打算 可事事无偿 又怎会如她所愿 回到驿馆后 米月经过厨房 却意外撞见一个眼生的厨娘 正在偷偷烧着什么 你在烧什么 厨娘仓皇夺门而逃 等米月喊来人 厨娘已经不见了 米月将焚烧之物 从火堆里抛出 用水浇灭后 里面竟是一包草药 女一眼便认出是麻黄 原本她给叔公主 开的药房里也有这味药 麻黄少量可解寒症 可一旦超标便有性命之余 若将这草药 成倍地加入汤药和猪食里 必然会积水成渊 假若长此以往 只怕再过些日子 公主不是发狂 就是由尽灯窟而死啊 可如此歹毒用心 到底是何人所为 米月看出包药的方巾 不像是寻常人家的东西 更像是宫里用的 这对专业对口 又有经验的代貌来说 一下便猜到 是秦宫里的人 想要害公主 这叔姐姐 是秦王迎娶的新王后 人还未到咸阳 怎么就与人结仇了 奴婢猜测 幕后指使之人 会不会是秦国的魏夫人 魏夫人是秦王 前王后的亲妹妹 虽无王后名分 但后宫事务皆有他掌管 其独子公子华 更是众人眼中未来的太子 而米叔的到来 对他来说 无疑是最大的威胁 只可惜仅凭一块方巾 难以问罪 高高在上的魏夫人 躺在病榻上的米叔 只觉一阵心酸 一入秦宫深四海 出嫁为人妇 又有谁能护你一世周全 想起母后说过的话 只是自己明白的太晚了 但他现在更担心米月离开 他既希望米月 能和心爱之人私奔 又怕米月 不在自己身边 米月心疼地看着米叔 答应会将他送到咸阳后 再行离开 几日之后米叔病愈 车上也多了许多欢声笑语 可他们不知道的是 此时一只游牧骑兵 正对着车队虎视眈眈 为首的正是一区大王宅里 一区人俯冲直下 萌奥来不及反应 只得被动防御 将士们纷纷举起盾牌 奈何狄荣弓箭太猛 就连萌奥也险些丧命于剑下 公主们乘坐的马车 瞬间被射成了筛子 纷纷下车逃命 秦兵不敌戎族 很快死伤过半 萌奥看出敌戎的目标 在于敌公主 于是便提议骑马突围 前方不远便是伤线 如果有人能够引开敌戎的主力 敌公主方可脱险 危难时刻 米月主动抢过米叔的披风 在秦兵的护卫下踏上了战车 看到穿红衣服那个女人了吧 她就是收关公主 让我去追 把披风给我 对 烈红主说的对 这披风是慢慢穿不得了 我像烟儿 都被困在这儿 可他们并不认识你 能识别的 大约就是这件披风了 我去把他们引开 敌人没劫 总比大家涉嫌要强 精尊玉贵的楚国公主 怎么也不会想到 嫁人竟会如此凶险 扛过了车马颠簸水土不服 躲过了刺杀下毒 好不容易临近咸阳 竟然栽在了敌戎手里 看着一帮女人 争得死去活来 急脾气的萌奥看不下去 约公主舍生取运 救他人于水火 蒙老汗言 就这样 芈月穿上敌公主的披风 在勤兵的护卫下 踏上了战车 而这一幕 恰好被山坡上的 义渠王看在眼里 义渠王一声令下 主力部队 纷纷奔向芈月的战车 看到落单的楚国公主 义渠王内叫一个兴奋 不曾想这个公主不简单 行径中还能把 弹弓完的糊糊生风 好俊俏的身手啊 我老娘们 我来的 紧接着又一个石子飞国 毕渠王被打中 彻底没了耐心 一枪瞄准车咕噜 致使马车失控 芈月翻落马下 偏偏这时半路杀出个黄蝎 原来黄蝎一直远远 跟在车队身后 就等到了咸阳豪与芈月私奔 月儿 你快走 这里有我挡着 不 子歇 子歇死 不能让月儿死 你快走 不 要死 月儿和子歇一起死 看着两人腻歪歪的模样 一旁的义渠王表示很无语 奈何双方实力悬殊太大 胜负毫无悬念 黄蝎不敌壮汉跌入悬崖 芈月也被义渠王议长打晕带回了营地 义渠人抢获楚国陪嫁无数 当晚就办起了狂欢派对 芈月在帐篷中醒来 听着外面义渠人的说笑声 连忙寻找自己的防身武器 可匕首和弹弓都不在身上 他大着胆子走出帐篷 见无人阻拦 便寻着那熟悉的声音慢慢走去 直到看到害死他紫蟹的黑胡子 打起麾霞 义渠王文声赶来 一招便将芈月手中配剑挑落 黑胡子连忙上前告状 芈月趁机捡起长剑继续劈了过去 却被男友力爆棚的义渠王蓝腰抱住狠狠摔落 芈月被几个草原汉子摁住手臂 自知没了报仇的指望 便想要一心求死 你们杀了我的紫蟹 既然我杀不了你们 你怎么就死了 把他手放上 为什么 为什么你们不死又不让我死 为什么 吵什么吵啊 为个弱不禁风的小男人 我们这好男人多的是啊 你别晃 他是这种最好的男人 他是我的命 义渠王被芈月的痴情打动 更被他为爱豁出一切的勇气折服 他从未见过如此刚烈的女子 看芈月的眼神也变得温柔起来 谁看见你的男人死了 我亲眼看见你 你不能打到悬崖底下了 你的悬崖里是湖泊 死得了死不了还不一定 你说什么 你说紫蟹 你说紫蟹也许还没死 得知紫蟹还有生还的希望 芈月就像泄了气的斗鸡 立马停止战斗模式 转而崩溃大哭 看得草原第一猛男一眼入眠 也许这就是传说中的一见钟情了吧 为此一渠王还亲自下厨 但对方根本不领情 质问他为何要袭击楚国公主 自然是为了钱 你不像是普通的劫匪 你们到底是什么人 你猜 批发左任必为胡祖 北敌西戎 你们是敌还是戎 此话一出 异渠王更是崇拜到两眼冒星星 芈月不同一般的见识 加上那傲娇的小表情 实在是让人不得不爱 东湖灵狐楼凡 白敌赤敌 西戎 还是异渠 异渠 可芈月就纳闷了 异渠在秦国之西北 怎么会跑到东南面西击 这买卖做的值啊 为了你大秦王后 那你就大错特错了 在你眼前的 不是什么大秦王后 我只是个陪嫁的应女 不值钱 好一个蒙番的不值钱 引得异渠王当场发笑 性子如此强悍 见识如此不凡 若非楚国公主 哪来如此这般的心性教养 你若不是王后 那这天底下 就没有女人敢居于你之上了 不得不说 这段确实有硬夸的成分 可芈月接下来的一番话 异渠君嘴里的肉瞬间不香了 若是王后 身边 怎么可能只带这么少的护卫 如此轻易落入你们的手中 我的确是楚国公主 不过我是庶出为应 王后是我的姐姐 在被你们袭击的时候 我换了她的披风 为了引开你们 她此刻 应该已经到商线了吧 一渠君抖着胡子上的蝴蝶结 人都快气炸了 费了半天劲 这坡辣娘们竟然不是狄公主 可转念一想 蚊子腿在瘦也是肉 这王后的妹妹多少也值几个钱 可芈月哪是她一手能把握的女人 芈月眼见四下无人 偷偷走向一匹幽黑的骏马 一个帅气翻身溜了溜了 只留下正在风中放飞的守卫 大喊着楚国公主跑了 异渠王一脸坏笑 连忙摁住即将离闲的弓箭 要知道她的马可是自动导航 只听一声哨响 奔腾的马儿突然一个急杀 竟然调转方向往回跑了 不愧是异渠人的好马 自带防盗系统 主人再也不担心我走丢了呢 在异渠人的嘲笑声中 芈月被马儿带回原地 异渠王怕他射死 便贴心喝退众人 这马呀 是我们异渠人的好朋友 他绝不会轻易离我马儿去的 出手就要送他豪车一辆 既然你这么喜欢黑枣 那我就把他给你骑吧 但是记住啊 你不能用鞭子抽他 更不能猛勒僵手 随后马队行至秦国一处关爱 芈月暗自窃喜 原以为秦国会因为迎亲队伍 被劫问罪异渠人 不曾想异渠王一张令牌 竟然让他们在秦国的地盘上畅通无阻 还顺利回到了异渠王宫 虎为憨憨见芈月穿的喜庆 于是就建议他留在异渠 嫁给他们身强力壮的义渠王 可不比秦王那老皮肤强上百倍 你个疯丫头 这丫头的脾气啊 像我们义渠的女人 你们听好了 我是楚国公主 是秦王后的亲妹妹 你们言语间再有轻薄之意 就不要怪我不客气 义渠王一看优和 我草原第一猛男 想嫁给我的女人 都从这里排到了法国 你还不乐意 女人你成功引起了我的注意 义渠王一时恋爱脑上头 反手被刚烈的芈月见了血 义渠王被这么一击 立马好胜心爆棚 我草原第一猛男 怎么能输给一个 娘们唧唧的小白脸 说着便要展示自己的雄风 只见他将手往桌上一放 两个义渠女人 便像宠物一般爬了过去 在众目睽睽之下 为他舔尸伤口 另一边米叔顺利抵达秦宫 央求秦王救回芈月 客亲张仪茅遂自荐 怨妇一驱赎回月公主 于是张仪带着三寸不烂之蛇 开启了他忽悠不惜的一声 谁能想到 这个被狼群养大的孩子 竟会在不久的将来 成为一代战神 他肆无忌惮 肯食着羊腿 眼神凶狠而又警惕 银华觉着稀奇 便想上前逗一逗 没成想狼崽子护食的紧 罩着银华大腿就是一口 银华疼急了 愤怒拔出佩剑 却被突然出现的芈月挡在前面 一旁的义渠人更是叫苦连天 今年草荒牛羊本就所剩无几 可这个狼崽子不但自己来偷 还带着狼群袭击他们的人 芈月看着这个和自己弟弟一般大的孩子 心里不由生出许多怜爱 她小心翼翼伸手触碰 说来也奇怪 小狼似乎感受到芈月的善意 拉着她的手慢慢靠入怀中 好孩子 不怕 好孩子 不怕 芈月一手抱着小狼 一边取下头上的银簪 愿陪十倍损失换下小狼 月公主这个簪子 能抵过你们十倍的损失呢 还不赶快收下 银华这才知道 这就是他们要赎回的楚国公主 在下秦国公子银华 原来是公子华 芈月有失恭敬了 啊 没事没事 别怪子华多嘴 公主人寿不分 烂做好人了 公子睁眼看看清楚 这孩子到底是人还是寿 只怕是公子人寿不分吧 银华被怼得无话可说 看着芈月离开的背影 竟然有些小小的悸动 与此同时 义渠王帐内 秦国说客张仪雍睿 正和义渠王就退回楚国 陪嫁楚国公主 一事争执不休 义渠王以十年之内 不与秦国为敌作为条件 趁机敲诈秦国的粮食 而且楚国公主 他也要留下来做王妃 一听主线任务落空 张仪立即开始了表演 既然你们执意 要将楚国的公主留下 那我们方才的交易 就一拍两三 我这就回去 您就只当我没来过 至于今年义渠不足的百姓 过不了春天 又或是令王叔 求道我们秦王 帮他夺回王位 这一切跟我张仪都无关 哎 兄子 咱们喝了这杯奶茶 就告辞了吧 好一朝欲擒故纵 义渠王明显有些慌了 纵然他在喜欢楚国公主 可如若没有粮食 义渠的百姓将熬不过这个冬天 三千车 换那个女人 五百车已经是极限 没有一千车 本王不换 漫天要价就地还钱 如果大王不想换 根本连这个价都不会出 八百车不能再少了 六百车不能再多 义渠王被张仪如此杀假 立马就有些不开心了 才六百车根本不够 他们熬到楚下 杀了你 杀了我今年义渠得死一半人 至少你以为 我们义渠人 只得跟你们亲人做交易吧 我只是想提醒义渠王 这是眼下成本最低 最划算的生活 如果你眼下跟赵仁合作 卖掉你那些抢来的东西 且不说路途遥远 光粮食在路上就要耗掉一半 更何况秦楚联姻天下皆知 又有谁敢冒着得罪两国 收购那些嫁妆了 张仪小嘴一阵八八 硬是把义渠王的把柄拿捏死了 新王后没了 粮食砍了对半再对半 就连到手的珠宝首饰也卖不出去 怎么看都是一桩赔本的买卖 可这就是现实 自己都养不起 还怎么养自己的女人呢 就这样义渠王归还楚国公主 和全部陪嫁 换取了秦国的六百车粮食 米岳一身新衣 终于坐上了回秦国的马车 小狼乌咽着想要跟随而去 却被义渠王一把拽住 两人就这么远远看着 像极了丈夫带着孩子 望着妻子离开的背影 姐姐 此发随你进宫 你必须允我三件事 别说三件 就是三十件也行 米岳为了替黄蝎报仇 调查义渠劫持的幕后黑手 决定跟随米叔嫁入秦宫 但他有三个要求 第一 小忍弟弟与我相依为命 请姐姐准我带着他 就当是多个小侍童 第二 我只在后宫协助姐姐 作为应试 万事皆是分内之事 可唯独 不服侍大王 听到这话的米叔都惊了 自己最好的姐妹 竟然不愿和她分享同一个男人 这不妥 人争名位 如寿争食物 你没有名分 就没有地位 没有地位 就没有相应的衣食供养 就没有在这世上立足的根本 你不服侍大王 难道在宫里 做一辈子老公也不成 此时的姝公主 还是一个不安事事的纯情少女 丝毫不知后宫争宠 权势斗争有多惨烈 俩人姐妹情深 一个愿意共享一福 一个则为了救对方之身 犯贤以命相搏 这世间最好的姐妹 也不过如此了吧 好吧 随你 日后你要想清楚了 我也可以再安排的 总之 不会亏了你 多谢姐姐 而第三件事 则是若有一日她遭遇不测 恳求米叔替她照顾弟弟 善待魁姑 米叔听出话里有话 连忙追问原因 在关道上伏击你的人 就是害死子歇的人 那些人 不是义渠部落的人吗 那义渠人 也一定是受人指使 那背后之人 必定是在咸阳 很可能 就在秦宫之中 米岳的一番分析 让米叔顿时唏嘘不已 更为以后的处境担心 没有了月儿的陪伴 她如何能在这可怕的秦宫之中 活下去 而这正是米岳要随她进宫的原因 查出真凶为子歇报仇 很快大婚典礼开始 米叔身着华府手持与膳 带着陪嫁的三名应妾 缓缓走向秦王 而秦王也带着自己的后宫 嫔妃们在殿外迎接 站在最前面的 自然是秦王和她的姐姐 姻夫人 长姐如母 姻夫人身份尊贵 也是秦王心中最尊敬的人 为了彰显秦国 对这次联姻的重视 姻夫人头戴金是庄重奢华 可身后的魏夫人 就有点宣宾夺主的意思了 不但带着同款高耸发誓 衣着绚烂夺目 看米叔的眼神更是多了几分挑衅 无非就是想和新王后媲美 挑战王后的权威 与其他几位虽衣着华丽 头饰却十分简单的嫔妃 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此时的米叔眼中竟是秦王 她痴痴望着满心欢喜的人 换来的却是帝王无情的面孔 她天真的以为自己嫁给了爱情 其实也只不过是秦王的一颗妻子 也才刚刚拉开帷幕 楚国公主成婚第一天 就遭到后宫嫔妃挑衅 她不知如何是好 扭头眼神求助秦王 没想到秦王不但不吭声 还假装倒没听见 好在一旁的芈月不是个好惹的 这成婚大典就想给我们下马威 看我不怼死你 据我所知秦仁也是敬重鬼神的 楚人好巫 招魂驱鬼 祈福嚷哉 但怕就怕有一种巫 半人半鬼 非神非鬼 平时装得清白无辜 一不留神 她就会出来腥风作浪 魏夫人在秦宫多年 定见过这种巫吧 你又这么说 妾身可就摸不着头脑了 魏夫人聪明 慢慢想就知道了 台下毛哥相向台上唇枪舌战 闭时间好不热闹 秦王黑着脸 竟没有一丝大婚的喜悦 反倒斥责芈月牙尖嘴利专会狡辩 有人挑事的时候你装没看见 我们凭本是百平米又跳出来压制 果然男人都是大猪蹄子 追你的时候浓情蜜蜜 追到手就开始装聋半虾百臭架子 而对于秦王来说 他自始至终要娶的不是米叔 而是楚国的嫡公主 所谓政治联姻哪有什么真爱可言 洞房花竹叶 米叔面色娇羞 寒情默默 秦王却一心只想工作 这是你在秦国的身份 好好珍重 大王恕罪 除了这玉玺 臣妾还有一物 看得更为珍重 是什么 是大王对臣妾的真心 秦王只觉可笑 我当你是棋子 你竟然要我负真心 十二先会美貌 寡人对你一见情心 此刻寡人有几句话 你要记住 你是楚国交养的公主 嫁到我秦国 却比不得楚国奢华 你身为王后 要为秦国女子的表率 贤惠客气 要逝世以秦国为重 你可能做到 夫君对我信任 于以重 我以重任 姝儿一定照夫君说的话去做 你刚到宫中 若有委屈 尽管告诉寡人 寡人定当为你做主 听到秦王要为自己撑腰 米叔立马表示了担心 他出来乍到便掌管后宫 只怕招人记恨寸步难行 可不等他说完 秦王的反应 着实让人大吃一惊 寡人最讨厌后宫妇人之间 那些小肚鸡肠 狐媚妖宠 勾心斗角的事情 我的姝儿 高雅脱俗 定不会像他们那些人一样 让他们知难而退 就行了 好家伙 前一秒还说要为你主持公道 护你周全 下一秒就翻脸不认账 反正工作交给你了 你受不受委屈不重要 我只看中结果 这哪里是娶妻 简直就是大型领导化 秉现场呀 米叔被CPU的紧 只当是秦王看中自己 心里别提有多高兴了 两人屋内你浓我浓 门外守夜的三名候补选手 却在为后半夜 由谁去替补争执了起来 一女陪嫁守夜 不过是为着夫君兴致来了 可以随时侍奉 上半夜 大王必是和王后欢好 到了下半夜 谁守夜 谁得便宜 要不说还是男人最累 秦王和楚国公主大婚当晚 三名陪嫁硬切为了争抢 后半夜侍奉大王的机会 竟然在洞房外朝了起来 你说这话真不值羞耻 你才不值羞耻呢 我只是堂堂正正把话说出来了 可不像有些人 明明心里想要 却口不应心 芈月听着烦 于是提出由自己来守前半夜 可就这么一睡 三人直接睡到了秦王起床 而秦王说的第一句话 不是选谁继续事情 而是告诉他们 千万别吵到王后睡觉 说着便叫穆坚拿来配件 芈月在楚宫长大 从未见过新婚的大王 有这样的操作 立马好奇跟了上去 却见秦王在院中练起了舞 大姐 大王这是 大王历来是四更习武 五更上 可这是大王大婚呢 木坚黑黑一笑 大王乃像你们又不是头婚 过去大婚也这样 芈月被秦王淡漠女色 一心搞事业的斗志折服 哪像他们楚国的大王 又见他武功了得动作帅气逼人 更是佩服的五体投地 而且秦王不光自己练 就连身边侍奉的木坚 也耳濡目染身手不凡 两人一番缠斗 最后竟然打了个平手 俩硬切怎么会放过 这么好刷存在感的机会 一个狠拍龙屁一个盲地汉精 不料秦王一点面子不给 反而叮嘱没说话的芈月 要陪王后好好睡一觉 俩硬切讨了个美雪 恰好这时芈叔醒来 看到大王不在身边 立马就有些慌了 身为王后 她自当服侍大王更衣用膳 宫女们连忙为新王后梳妆打扮 可秦王却以处理政务为由 拒绝了她一起吃早饭的邀请 大婚三日不是免朝吗 寡人只是去处理政务 五时会与你一同用膳 之后要去宗庙祭祖 过一日还要在后宫接受朝贺 用乡令过会儿会向你秉斥 秦王事无巨细的安排 让芈叔觉得贴心又安心 很快到了后宫朝贺的日子 也是芈叔第一次 以王后的身份面见众位嫔妃 为了能知己知彼 两人将后宫嫔妃的来路 以及现如今受的恩宠 挨个盘算了一遍 可不算不知道遗算下一条 这秦朝的前朝后宫 竟然是魏国人的天下 执掌后宫的魏夫人 是先王后的妹妹 魏少使又是魏夫人的族妹 大王的长子公子迎华 更是魏夫人所生 就连大梁造工孙严也是魏国人 后宫但凡有封号魏分的 除了魏良人和国美人 其余都是从魏国送来的 好一个后宫输送基地 芈叔怕对方人多势众 就想多些赏赐给魏夫人 毕竟魏夫人掌管后宫 自己一来就抢了人家 干了多年的事业 自然有些过意不缺 这样不妥 她的东西若是比别人多 定会让人猜测 姐姐对她有所倚重 更是有所畏惧 依我看 她的东西应当与别人一样 这样让仰仗她的那些人知道 如今后宫的主人 已不再是魏夫人 同时可以让众人知晓 新王后对大家一视同仁 果然是刷过宫斗经验的人 手段就是不一般 可他们不知道的是 这个魏夫人为了后卫 可谓是花样百出不死不休 芈月当心 这是新王后最喜欢的茶碗 就剩下这么一对了 哎呀 芈月 这可是新王后的遗物 芈月此举冒犯故人 大为不敬 既然是新王后的遗物 那你们应当好好收藏 供奉才是 随意端上这茶碗 给新王后敬茶 看来是你们不敬在先 魏夫人率后宫嫔妃 朝贺新王后 故意用死去王后的遗物 为芈叔奉茶 芈月脑瓜子一击灵 当场就给大家表演了 一个失手碎茶杯 惊得众嫔妃 各个花容失色 唏嘘不已 先王后亲切和善 谦逊有礼 让我们众姐妹 无论何时 总忍不住堵私人 又加之 今日新王后 接受后宫朝贺 姐妹们 是希望新王后 在后宫之中 成为众人表率 恭敬谦和 不输给先王后 瞧这话说的 新王后该怎么做 什么时候轮到 你们这些妾室说了算 先王后左右逢源 自然是好 但作为后宫楷模 新王后不但要带人 一团和气 还要守正不阿 不然是非混淆 黑白不分 这后宫岂不乱套了 魏夫人见说不过 便想用身份压制 你米月只是个 陪嫁硬是无名无分 怎敢跟我 魏夫人这般放肆 可要论起身份地位 这后宫之中 又有谁敢跟王后比 米月说的话 就是我的意思 魏夫人 是要与我论名分吗 臣妾不敢 姐妹俩联手 升级打怪 魏夫人吃了瘪 可她却是个 不达目的 不罢休的主 非要为先王后 讨个说法 米叔正愁 新房里的 晦气物件没地板 这不好去除 立马有了 既然你们如此 思念姐姐 敬重先王后 不如将这些遗物 赐给你们 放在宫里 摄炉焚香 好生供养 魏夫人搬石头 砸了自己的脚 恨得咬牙切齿 这时秦王来了 众人连忙 换了脸色 迎了上去 寡人知道 今日你们 姐妹相见 看起来 你们都相处得 很和睦 大王 各位姐妹 都颇为热忱 让臣妾感动不已 如此 寡人就放心了 芈月瞄了一眼 地上的杯子 米叔瞬间瞄懂 处置先王后 一物若有大王首肯 名正则言顺 言顺则事成 大王 两位卫士姐姐 向臣妾述说了 他们对先王后的 思念之情 臣妾想请大王恩准 将这交房殿 先王后 所遗留下来的东西 都赐给 两位姐姐保管 你是寡人的王后 这些许小事 你自己做主便是 不愧是 自小生活在 后宫里的人 米叔本性 再是单纯 也抵不住 耳濡目染 实习手段 更是手道勤爱 看着先王后的 一物一批 接一批送进宫里 魏夫人却顾不上生气 而是想着 如何从这次 失败中复盘 反倒是位少使 一不小心 说了大实话 我那也一样 送了一大堆 没用的废物 都堵在门口 连人都快进不去了 姐姐 他们真是 欺身太甚了 可又有什么办法呢 谁让这是 大王的旨意 魏夫人自知 这次小去了对手 这才落了下风 于是决定 联合嫔妃 一起在后宫搞事情 怎料这些人 却各有各的心思 哎呀 这都什么呀 你们看 你们看看 那几个厨女 真是太无礼了 姐妹们 我们可不能 就这么人气 吞声地过去了 人老生嫩地 魏少使 一边充当魏夫人的狗腿子 一边火上浇油 反倒是魏夫人本人 气定神贤丝毫不及 说自己过去主持后宫 被新王后针对 也在意料之中 只是可怜了众位姐妹 好心与新王后亲近 却平白叫人羞辱一番 可不是吗 还不仅仅是王后 就连一个没名没分的应女 竟然都骑在我们头上 简直是无法无天 魏氏姐妹明显一唱一和 连我美姐姐都听不下去了 明明被羞辱的只有你们俩 与我们有何干系 大家各有各的心思 就这样静静看着魏夫人表演 这两日大家都看到 往后这后宫之中 只怕处女当道 我们姐妹 连站的地方都没有了 夫人说得有理 怎么能让他们这样欺辱我们 要让她知道 谁才是后宫之主 国美人无脑站队 让魏良人与唐夫人大吃一惊 魏夫人看在眼里 连忙将目光投向 还未表态的三人 唐姐姐 魏妹妹 樊少使 你们怎么不说话呀 我能说什么 她是王后 后宫 只能她说了算 咱们认命吧 唐夫人自大王少使便跟了她 这些年王后换了一届又一届 从来跟她没有半分关系 她自知母国微弱自己势单力薄 所以历来本分 守己无半点 僭越之心 魏夫人深知她是个不争不强的 所以也不再废话 而是转向正得宠的樊少使 肚子里还怀着大王的孩子 总不会什么也不妥 不曾想这个樊少使 是最能装糊涂的 夫人说了这么久 我还是没有明白 夫人为何生气 说着便以自己怀孕 身子乏得很为由 强行退出了讨论组 樊少使 真是敲贵的出奇啊 肚子里有喜 这是好事 人怎么却因此变得糊涂了呢 眼看樊少使是个不中用的 魏夫人只得看向魏良人 魏良人既不想得罪魏夫人 也不想贸然与新王后结仇 王后初来宫中 就算有什么不到的地方 我们也应当多提点着 才不负大王对我等姐妹的期望 哼 提点 明明是我们吃了亏 难道还要帮他 帮他 也是帮自己 至于帮不帮 如何帮 还要看姐妹们各自的心思 说到底 这后宫终究是大王的后宫 个人的进退荣辱 还不都是大王说了算 魏夫人被异于点醒 便将魏良人单独留下请教应对之策 魏良人则直奔要害 劝魏夫人早立公子华为太子 有了太子帮身 何愁王后之位 姐姐九掌公务平平安安从无差错 而新王后出入宫中 若有什么差池 大王以后会更看重谁 老虎也有打瞌睡的时候 王后精心挑选了一些楚国上等的绸缎 给姐姐送来做衣裳 也是想让姐妹们给宫中填些颜色 芈月被米叔安排到各宫走动关系 而她第一个下手的 就是看起来有些聪明的魏良人 恰逢这时魏国人前来送信 信使将通关符节置于桌上 被眼尖的芈月一眼看到 这不就是当日她被义区劫持 义区王手里拿着的通关符节吗 魏良人 这是什么 不认得这个 秦国城池关爱把守极言 如果有车船经过关爱 没有这种同符节都需要经过检验 后宫嫔妃 来自各国自然与母国有礼物往来 所以大王特赐我们美人一枚同符节 以便出入关卡 可即便如此 也不是每个嫔妃都有 原来只有魏夫人唐夫人国美人有 去年大王又赏了魏少使和樊少使 现如今王后手中也有一枚 整个后宫算下来加上自己 有着同符节的也就区区七八人 魏良人的一番话 无疑为芈月缩小了目标范围 但哪一枚才是一区王手上的呢 魏良人可愿教我 如何才能分辨出 每个人手中同符节之区别 魏良人接过符节 指着背后的刻字 这个位置是一个位字 是国名 芈月可记得你当初看到的同符节 这个位置上是一个什么字 芈月拼命回想 却怎么也想不起来 魏良人见状劝她好自为之 无凭又无拒 查下去只会给自己和身边人招来祸患 芈月可不管这些 这个符节可是后宫与一群人勾结的证据 无论如何她也要查下去 芈月非奔至芈叔宫殿 要来大王刚刚赏赐的同符节 果然与当日她被劫到一区草原 在一群人手里见过的一模一样 两人一时兴奋无比 立马找到大王主持公道 可事情却不似他们想的那么简单 既然你看到了那枚符节 你可又看清楚了符节上的自己吗 我当时没留意 若是知道这东西这么要紧 我一定想法子寄个真切 一群人手里竟然有秦国通关用的符节 这让秦王不由得有些后背发凉 要么是众臣勾结 要么就是后宫的嫔妃 秦王和初离子一阵头脑风暴 很快找到了问题所在 秦王后若出事 对谁最有好处 魏夫人 若是没有秦王后 她是有可能被附证的 魏夫人就算有此心思 也没这手段 那会不会是 大良造 魏夫人和大良造都是魏国人 平日往来十分密切 两人合谋也未尝可知 一时间前朝后宫一云骤起 听到风声的后宫嫔妃们更是发疯式的翻找自己的符节 要是找不到 这通敌一渠的罪名可就说不清了 王后 有了 人赃俱在 国美人自以为抓到芈月思作符节的把柄 可一个孩童说的话 却让她立马慌了神 这是我花的小鸭子 你别把那捏坏了 国美人低头一看 自己手里拿着的哪是什么通关符节 臣妾的确听说 芈月违反秦法 思作符节 这可是杀头之罪 把你手上的东西给我看 米叔看着你鸭子 都快笑出声了 就这也敢诬陷她的好姐妹 臣妾确实得到消息 说这小院里藏有芈月谋反的证据 如果宫里真有这种事 那还真的好好查查 一旁的葵姑也赶忙上前帮枪 让国美人立即搜查会院 不能让芈月白白淡了这杀头的罪名 国美人 你是搜 还是不搜 看着眼前4V1的局势 国美人瞬间有些慌了 却丝毫不知问题出在哪 这芈月做假符节的消息 可是卫少使告诉她的 原来芈月为了找到后宫通敌一渠的通关符节 便想用黄泥医着记忆把符节做出来 不曾想被魏夫人的侍女撞见 魏夫人有了前车之鉴 不敢贸然出手 而是让自己的足妹魏少使 将这个消息透露给了美脑子 又同样嫉恨新王后的国美人 信德魏良人察觉到异样 又将这个消息告知了穆坚 穆坚受过米叔恩惠 又见大王对芈月似有不同于寻常女子的对待 于是便想卖个人情 毕竟思造符节姿势体大 而芈月看着自己用泥巴做出来的各国符节 突然灵光乍现 竟看到当日义渠王手里的符节 被后刻着的正式位子 依老奴看 你有这些泥巴捏的东西 非诛非扬 十分丑陋 怎么能说它是符节呢 当真是符节 只不过朝廷的符节 是金铜所著 我这是您捏的 是用来找人的 目监疯狂暗示 芈月一心追凶 丝毫没有觉察到危险已经来临 国美人带王后到会员捉赃 目监听到声音 连忙将芈月做好的泥符节 全部丢入水中 大姐 我 芈月 老奴这眼色也不好 你捏的这只东西 你看都掉到水里去了 芈月被目监的做法搞得一头雾水 完全没有了反应时间 一扭头王后和国美人已然来到跟前 好在做好的符节被扔进水里 这才让国美人扑了个空 几个孩童玩的这些黄泥坯子 竟被你说成是杀头之罪 国美人 你是当我愚钝吗 捕风捉影 无是生非 若认你这样肆意诬陷好人 这后宫岂不大乱 我罚你 禁足一个月 面壁思过 并将此事禀报大王 好一个偷鸡不成十八米 可仅凭芈月的回忆 大王又怎会轻易相信 我问你 是不是王后让你来的 芈月用黄泥找到了为人通敌的证据 可当他把这个消息禀告秦王 秦王不但不打算追查 反倒将他一顿臭骂 你从义渠草原回来 已有大半年之久 突然信誓旦旦的说 你曾见到义渠王手中有个符节 又突然说那符节上可有一个位子 为何当初从未提起过符节 现在想起来再说 谁知是不是心机多梦 梦中生患 大王若我不信 何不在后宫核查 嫔妃们手中的符节 那便可水落石出了 可这样简单的道理 秦王又岂会不知 如今大秦前朝后宫 全由为人掌权 为夫人管理后宫多年 势力盘根错解 秦国大梁造公孙也 更是一人之下万人之上 又怎敢轻易动的 调查同符节一事 牵一发而动全身 哪是他一个 出来乍到的小丫头 能出来挑头的 秦王表面迁怒梅月 实则为他担心 梅月被赶出大殿仍不死心 追着木坚 就是十万个为什么 大王为何不信我说的话 大王不信 自有大王的道理 难道大坚也不信我说的话 老奴信不信 并不重要 那你昨日 为何要帮我 老奴何曾帮过你啊 大坚 同符节一事不了了之 芈姝怕牵连自己 让秦王以为是 他这个王后 在背后兴风作浪 便以排练兴舞为由 试探秦王的态度 臣妾让从楚国来的乐迹们 新排练了几支歌舞 想请大王 闲暇时去清凉殿坐坐 换换心情 好 寡人今晚有空 晚上后去吧 秦王欣然应语 芈姝这才放下心来 可风平浪静的日子 没过多久 朝中又因立太子 一事闹得不可开交 一些叵测用心之人 为达目的 竟向擅长游说的客亲行贿 游说大王和朝中 重臣立公子 华为太子 幕后推手便是魏夫人 而更可怕的是 在众多被魏夫人 下重礼的人之中 有最会游说的客亲张仪 张仪经一渠一战 七口舌功夫 在朝中有了些许名声 芈姝知道芈月与张仪 颇有交情 便委托她说服张仪 转入自己的阵营 人人都知张仪爱财如命 不就是送钱的事吗 对家送多少 他们就送多少 芈月却不以为然 君子爱财 取之有道 张仪这个人 看似无德无行 但实际上 却是凶有秋贺 极为自负 她如果爱财 以她的能力 她只会自取 绝不会为钱财所驱使 可达莲很快就来了 不但快而且奇准无比 手下禀报宫里有人求见 张仪只让人留下名帖 便想将人打发了 可以听对方是来送礼的 送礼 对 快请 你怎么两手空空就来了 看着张仪期待的眼神 芈月的送礼 尴尬又好笑 这是一袋 晒干了的木兮花 蒸饭烹茶的时候 放一点进去 倍增香气 这一袋 是猪与子 随身佩戴 驱邪去恶 等芈月抖完 四次元空间带 张仪彻底失望透顶 倍增香气 驱邪去恶 就这两样东西 还好意思说是来送礼的 你这哪是送礼 你这分明是讨债来了 我还未张口 你怎知道我要说些什么 张仪呵呵一笑 丢出一枚童福节 不就是为了这个吗 张子是神人 难道你也听说了 我被大王训斥之事 你是过于心急了 大王做事自有他的道理 你只可顺势而为 借力打利 莽撞只能坏事 更何况凡事得看最后结果 实则须之须则实之 只需耐心以待时机 张仪三言两语 毕扫芈月心中困惑 但她今日到访 却另有一事相求 芈月啊 这我可在说你了 你我虽说有交情不佳 但交情交情 是要交来交去方能邀请 要不然就像花钱一样 一味使用是会花光的 不愧是战国第一大忽悠 讲起道理来好听又好玩 你越劝她不要着急拒绝 先听听这个买卖值不值得做 听说最近有人花重金 拜托张子行游说之事 不错 那有何办法 能让张子放弃对方的托付 对方给多少金 你给多少金吗 这么简单 我仅仅闭上嘴巴而已 那要是请张子 不仅仅是闭嘴 而是要反向而行呢 那就另当别论了 张仪得意一笑 便开始强调这事有多难 为夫人托付的又不止她一人 更有位高权重者 如大梁造工 孙雁干冒等朝廷重臣 说到底自己也只是个小小客亲 要跟这些人据理力争 若没点扭转乾坤的本事 根本接不住 这 我说了 这是难哪 张仪一个暗示芈月苗董 于是两个小机灵鬼 直奔到了杀价环节 那张子要多少酬劳 你说一个太子位置多少酬劳 五百斤 我张仪没见过五百斤吗 一千斤 才加了五百 那要多少 张仪大手一挥 直接要了五千斤 而且理由正当完全让人无法反驳 我若不向王后要足了重金 她怎会相信我张仪有如此非凡之能力 她又怎会知道你芈月出力游说之不易 我若不向她要足了重金 她如何能体会我倒汤复火 历尽千难万险 她怎会对我心存感激呢 好好好你说的都对 到了第二天上朝 张仪一头飘逸长发及腰 引得众大臣纷纷为官 大梁造公孙衍更是气到当场教她做人 头无官辩 疼头散发 你眼里还有大王吗 原来大梁造眼中 只有一官没有人品 尊不尊君王 不在嘴上 更不在脑袋上 而是在心里 像极了上学时不穿校服的女同学 刚坐的李子汤爬压坏了头发 张仪 你这个家伙 行为放浪 言语轻狂 你以为自己是什么人 我张仪自然就是张仪 但不知在大梁造眼中 我张仪是什么人呢 就喜欢你看不惯我 又干不掉我的样子 公孙衍被怼得哑口无言 等秦王一来立马开始高装 说张仪军前无状举止癫狂 在朝堂之上搞特殊化 大王鸣剑 张仪并非癫狂 只是头痛而已 哦 张子怎么会头痛 张仪脑袋太重 戴不得官便 戴了就会头痛 要问这是为什么 那我必须要绣一把了 因为装东西太多 所以张仪的脑袋太重 张仪的脑袋里装的都是有益于 大秦江山设计的筹谋 得既然你说你的脑袋比别人重 要不砍下来称一称如何 秦王看重张仪才能 当场许他免官上朝 大臣们一听都惊了 公孙眼站出来表示不服 反被秦王扣了一个斤斤计较的名声 有了前面的铺垫 张仪开始挖坑了 如今朝廷上下飞短流长 纷纷议论大王立太子 果然不等他说完 被为夫人收买的朝臣们 便迫不及待跳出来赋议 张仪邪眉一笑 于而上钩了 后宫众公子逐渐长成 臣以为处公子中 以公子迎华胜人一筹 而且公子华是大王长子 又有军功在身 足以令众人心服口服 公子华文韬武略 的确不二人选 臣复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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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么张仪一句话 把为夫人的人全引出来了 张仪瞅忠时机 抓住秦王心里反其道而行之 那些劝大王早早立太子之说 纯属信口开河 胡扯八道 张仪 你为何出尔反尔 大王明鉴 微臣方才话没说完 就被他们抢去了 眼下大秦开疆拓土 正直用人之计 过早立处 容易让公子们滋生懈怠之心 再说大王正直壮年 王后还未生嫡子 若将来王后生下嫡子 与太子又该如何相处 那些朝廷上下 鼓噪早立太子之人 说轻了是别有用心 说中了是诅咒大王 王大王千万不要被他们蛊惑 好家伙这话说的 哪还有人再敢替公子话 大王 立四之事 事关江山设计 臣以为 已早不已迟 大王 立太子又不是赶急卖货 没有早晚 只有时机好坏而已 张仪 你翘舌如簧颠倒黑白 大梁子 你貌似攻心口是心非 你 反正不管你公孙岩怎么骂 我张仪有一堆话等着接 看着天也不早了 两人争得也差不多了 秦王这才出来发话 先是一视同仁把俩人都夸一夸 然后表明观点 说自己心里有数 立四的事暂时就不要再提了 大王嫌疑 此时的魏夫人已经哭晕在厕所 张仪收钱不办事 反而跟她对着干 小废话 张嘴 谁敢动手 芈月只认为夫人 顾兄下毒失败 被秦王法嫂后花园 引德国美人一行人来看热闹 还要当众羞辱于她 关键时刻 芈姝霸气护媚 跪下 我竟不知道 这后宫中 原来谁都可以越过我 来处置我的硬士 她既然喜欢长嘴 二十下即可 珍珠 你给我一下一下的数好了 要打得响亮 打闷了 打轻了 都不算数 芈姝一心为芈月出头 丝毫没有觉察到 大王最敬重的姐姐贫夫人 此刻正在身后看着这一幕 王后 火气不必太盛 刚立了下 还没入伏 火气大了 容易伤身 贫夫人一来 现场局势瞬间发生扭转 国美人趁机倒向贫夫人 哭哭啼啼身变委屈 贫夫人倒是一碗水端平 王后乃后宫之主 无论大错小错 罚你总有罚的道理 你是后宫之主 是中宫 更应该宽厚人德 别动不动就罚贵 长嘴 会吓坏人的 眼看王后和国美人 被淫夫人训话 胆小的樊少使 竟鬼使神差的想要溜走 不料慌乱中 一只脚挡住了她的退路 樊少使滚下台阶 不出意外的话 美姐姐又要难产了 秦王得到消息 连忙赶到宫里 听着里面撕心裂肺的叫喊声 恨不得用眼角的鱼尾纹 夹死芈月 好在樊少使平安生产 生的还是一位公子 可这边妃还没喘云 国美人那边又出事了 国美人 国美人被王后失意掌刑 不堪受辱 偷还自尽了 大王 你是后宫之主 看看你做的好事 大王 这不甘臣妾的事啊 寡人明明听盈夫人说 国美人跟芈月口诀几句 你却大发雷霆 让国美人掌嘴 吓得那胆小的樊少使滚下台阶 你呀 太让寡人失望了 有了盈夫人的证词 这不是彻底甩不掉了 米叔一时百口莫变 情急之下竟直接晕了过去 寓意大脉居然是怀孕了 惊不惊喜一不意外 此时的秦王 还在琢磨国美人的死因 他之国美人向来心服气躁 最贪恋奢华 怎么看也不像是会自杀的人 可即便疑点重重另有内幕 秦王还是先将这笔账算在了王后头上 甚至打算将后宫掌管大权 重新交回魏夫人手里 这时小太监前来禀报王后有喜一事 秦王又立刻变了脸 把刚才说的话全都抛在了脑后 马上告诉太医院 派两个最好的太医照料王后 是 这回好了 寡人要有嫡子了 果然后宫的女人再有手段 肚子争气才是王道 只是可怜了国美人 被魏夫人白白当枪使 本想假死给王后难看 不曾想上吊梯翻胡床 胡床又卡住了门 急得门外的侍女师就不得 结果假戏真做 网松了一条性命 这个小男孩马上就要成太监了 放开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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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男孩的姐姐大闹手术室 准备阻止太监无症行医 不料太监后台很硬 非但不怕敏玥 而且还拿出手术刀威胁 这样水嫩的小童 只要一刀的功夫 就成全她了 别碰我弟弟 放开她 我求你了 你要什么我都答应你 不要碰我弟弟 我可什么都不要 只是魏夫人要什么 我就不清楚了 芈月一听这话 瞬间就明白了 她让老太监先不要动手 紧接着就去找了魏夫人 结果对方直接拿出一张婚书 让芈月嫁出秦宫 两日之内 我会安排你出宫成亲 你与她成婚后 就离开咸阳 魏夫人怕芈月反悔 于是提出让她亲手 写一封承诺书 表明她是自愿出嫁 我要是不写呢 明日一早 我若是拿不到这封书信 你那个弟弟 可就一刀全了了 芈月没有办法 只好暂且先答应魏夫人 但实际上 她转头就去找了王后芈叔 可管是姑姑害怕牵连王后 死活都不肯让她进门 芈月无奈 只好跪在地上哀求 芈月 你可是公主身份 怎可给我一个奴隶下跪 何况 你芈月一向足智多谋 就算没别人帮忙 你也能过了这个坎 芈月吃了闭门羹 十分绝望 正当她无计可施 准备向魏夫人低头的时候 长公主突然叫住了她 这是我的出宫令符 你拿上 去找我父王 她此刻在北郊行宫 虽然长公主是好心帮忙 但芈月清楚 她一旦出宫去找秦王 那就意味着她要做王的女人 因为初恋黄蝎生死未卜 所以芈月一直不答应侍请秦王 但如今弟弟未染身处险境 她已经别无选择 但芈月万万没想到 秦王明明已经知道了内情 可却不肯帮忙 那不是偷 那把剑 是公子壮丢弃在草丛里的 怎么不是偷 她拿走那把剑 告知了公子壮 并得到许可了吗 秦王表示秦国律法向来严明 她岂能逊私枉法 见大猪蝎子不肯帮自己 芈月无奈 只好用自己博取弟弟的平安 她见锤帘 能否安排芈月 今晚识情 大王 给王儿赐个名字吧 就叫荡儿吧 王后使出洪荒之力 终于诞下一位嫡子 秦王十分激动 当场赐名迎荡 荡 魏夫人得之后 却犹如五雷轰顶 纪念成汤 荡平烈国 大王当年为他的儿子取名为华 虽欲以光滑璀璨 是爹娘的骄傲和珍宝 但说到底 也只不过是个爱子 跟这个荡字比可就差远了 纪念成汤 荡平烈国 是原秦王的储君 秦王虽有一礼迎荡为储君 但并没有因此偏爱芈月 因为他喜欢的人 一直都是一见钟情的芈月 当日他到楚国联姻 第一眼看上的其实并不是芈月 各自矮些的那个身上有种 女子中少见的英气 高些的那个举止 贤淑温柔 该更合王兄的口味吧 秦王知道芈月心里放不下黄蟹 所以入宫后并没有勉强 而是让芈月讲述 他与黄蟹之间的故事 芈月从俩人不打不相识 一起到膳房偷糕饼 再到南后的后花园 偷刮过草药 最后秦头一和相约一起私奔 芈月一连讲了数日 秦王自始至终倾听诉说 讲累了就一个睡床上一个打地铺 从未有过半分余举 终于有一天 芈月顿悟了 秦王见芈月已经放下黄蟹 再也安纳不住自己的冲动 一把将她抱住 芈月想要挣脱 无奈秦王抱得太紧 可正当她准备就范之时 秦王又一把将她推开 两人分塌而卧一夜无眠 第二天来到郊外 看着秦王为黄蝎修建的坟墓 芈月感动成了内缘 也明白秦王这些日子以来的良苦用心 更让她认清了黄蝎已死的事实 就这样在秦王的攻心追爱之下 芈月亲手埋葬了对子蝎的爱 自此之后两人感情不断升温 秦王既向亲密的知己 又向慈爱的父亲 无时无刻给予她宠爱 终于芈月沦陷了 她主动搂住秦王 将自己的身与心 在这一刻全部交给了秦王 可她不知道的是 黄蝎掉下悬崖之后并没有死 而是被一对老夫妇救起 数月之后才恢复了记忆 玉儿 姊姊姊姊姊姊 我是黄蝎 我是黄蝎 黄蝎风雨兼程赶往秦国 丝毫不知她的玉儿 已经成了王的女人 公元前三百一十八年 芈月被册封为八子 从此 米八子成为她一生的名字 她是我的另外一半条命 你为什么不告诉我她还活着 我若知道此些孩子 刀山剑树 都拦不住我去找她 芈月得知黄蝎还活着 而且就在秦宫之外 顿时崩溃到嚎啕大哭 正当她不知以何种理由 出宫相见时 秦王来了 芈月以整日在宫中烦闷为由 请求准许她出宫散心 秦王一直对她宠爱有加 当即便答应了她的请求 很快有人送来书信 可上面并无文字 而是画着十五只羊 芈月看出这是四方馆投注的竹签 十五只羊指的就是十五日的卫石 便知晓了约定时间 夜里芈月来到秦王宫殿请假 说自己明日要出宫见一位故人 没想到秦王不但不问对方是谁 反而一口答应了下来 爱贤念旧 是人之常情 早去早归 芈月本想坦诚相告 自己要见的人是黄蟹 却被秦王的关心打断 叮嘱她好好照顾自己和他们的孩儿 两日后芈月一身帅气男装 来到四方馆赴约 穿过茫茫人海 终于见到了她日思夜念的子蟹 两人历经生离死别 再见已物是人非 相视一笑眼泪夺眶而出 虽然并未言语 却在心底将月儿子蟹换了千万遍 却不知今日的重逢 是孟昭氏在背后一手操作 她先是派人到宫外给黄蟹通风报信 然后再将约定时间地点送到芈月手中 只等两人私会 人赃俱获在无翻身之日 而身居后宫的王后也知晓了这件事 但她并未出面阻挠 而是默许了孟昭氏的做法 我们要是即刻去向大王出手 还来得及 不 不能向大王走漏任何风声 她希望芈月与黄蟹私奔一去不复返 所以最好的办法就是什么也不做 姑姑 你一定要替我记住 我芈叔对此事从头至尾 毫不知情 芈月前脚刚坐上马车 孟昭氏便迫不及待来找大王告状 甚至不顾大王郑和众臣商议博士 在大殿外大喊大叫 臣妾刚刚接到消息 说是那楚国黄蟹未死 芈月今日出宫 定是与黄蟹私会 一派胡言 当着这么多大臣们的面 竟然给大王戴绿帽子 这智商也真是感人 秦王震怒之下 当场就要废了她 与此同时 再次得以相见的芈月愧疚不已 但黄蟹丝毫不在意她怀了别人的孩子 我愿以性命 保你们母子一师周全 让我仍会顾好一辆车 在城外等你 答应我 你回来 看着黄蟹期待的眼神 芈月点头答应 到了约定时间 芈月拿起包袱正准备离开 突然腹中孩子动了一下 一边是两小无猜的初恋 一边是如妇如妇的秦王 芈月难以抉择崩溃大哭 而此事宫外的黄蟹早已被好马车 眼看天色渐晚 却迟迟不见芈月身影 黄蟹终于明白她的月儿再也不属于她了 芈月喝下一碗安胎药 不料半夜腹痛男人 葵姑一摸竟然是羊水破了 连忙让丫鬟去叫看护的女医 可这时女医早已人去悟空 眼看芈月危在旦夕 秦王又不在宫中 葵姑只得去求助王后 却被戴帽以王后安歇 唯有挡住了去了 给出的解释也是十分牵强 哪个女人生孩子不叫己生痛吗 明早王后醒来 我自会禀报 葵姑这才反应过来 一切都是戴帽的诡计 照料的女医是王后安排的 突然腹痛要临产 女医却莫名其妙失踪 这里面有鬼 一定有鬼 我要见王后 有人要害我家八字 那你走了 王后 王后 眼看葵姑越闹越凶 戴帽唯恐惊醒了王后 便让两个身强力壮的老妈子 将葵姑捆了扔进柴房 可怜的芈月被疼痛折磨得半死不活 用尽最后一丝力气 让小丫鬟去涌向令找女医治 女医治得之后 赶来为芈月失真 这才为她留住了半条性命 很快消息传至郊外行宫 秦王连夜赶回 听着芈月凄惨的叫声 又看着姗姗来迟的王后 再好的自制令 也忍不住要发飙了 眼看秦王雷霆之怒怪罪王后 戴帽便将全部责任 推到了自己身上 安神丸是她给王后吃的 八子难产也是她阻止通报王后 就连来求救的葵姑 也是她保了的 这时太医突然来报 芈月胎位不正 就算她用尽毕生所学 也只能保一人性命 秦王都惊了 没想到自己堂堂一国之君 也会遇到这种千古难题 但她没有丝毫犹豫 直接选择了宝大 可里面的芈月已经撑不住了 秦王听到吓人的呼喊 立马就要冲进去看她的月儿 却被穆坚和王后拖住 大王 滚开 大王 给我滚开 全都给我滚开 滚开 大王 大义大会 也就是不顾着您自己 也得顾着秦国的国运呢 听到秦国国运 秦王终于冷静了下来 但珍爱玉儿的心却没有停下 也许是听到了秦王的呼唤 也许冥冥之中与这大秦江山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 随着婴儿的一声啼哭 芈月历经千难万险 终于诞下了一位公子 母子君安秦王大喜国王 赏女医治和太医救护有功 而且很快 他们找到了害芈月早产的要诈 戴帽这次是逃不过了 这个小胖子是王后的儿子迎荡 虽然只有六岁 但力气却大的金元 就连十几岁的哥哥也不是他的对手 秦王见自己的嫡子勇武非凡十分喜欢 当即下令让迎荡进城明殿读书 要知道能进城明殿读书 是准太子才有的待遇 这也让王后更加相信 自己的儿子就是未来的太子 迎荡仗着自己力气打 经常欺负哥哥弟弟 见迎通抱着一只狗 不由分说一把将人推开 我是哥哥 你怎么对我如此无礼 哈哈 你还好意思当哥哥 风一吹就倒 迎通不服就上前理论 可迎荡一向霸道惯了 又仗着自己是嫡子 对迎通肆意言语羞辱 就连宫女也苟仗人士上来数落迎通 还让迎通赔礼道歉 这样一旁的小营记都看不下去了 知道哥哥先推倒了东哥哥 你这么屌小人 能知道什么 我知道脚礼 公子说得好 迎荡可不管这些 一把抢走小狗却被反咬一口 一气之下 竟将小狗活活摔死 看到自己心爱的小狗死了 迎通气愤不已 冲上前与迎荡纠缠 可根本不是对手 被推倒在地撞破了额头 反常使看到儿子被欺负 心疼地止掉眼泪 却因不敢得罪王后 最后选择了忍气吞声 却不知正因为他的软弱 最终会害死自己的儿子 王后则选择主动出击 为了让秦王早立迎荡为太子 表面邀请大王和后宫嫔妃 一起欣赏他新修的花园 实则安排迎荡和小太监们 在必经之地军事演练 华儿和焕儿 他们在江场杀敌 荡儿他们在后花园练兵 好 我们大秦 后继有人 恭喜大王 秦王本就对迎荡寄予厚望 便停下观看演练 荡儿 这是什么兵法 木球 由荡儿从坡上扔下 滚到哪一方 哪一方就为攻防 而另一方为守防 可偏巧不巧 木球并没有滚向任何一方 而是掉进了洞里 荡儿连忙去捡 却怎么也够不着 于是又让太监去捡 可胳膊还是不够长 废物 说点事你都做不到 滚开 随后荡荡和一群小太监 齐刷刷围在洞前 却毫无办法 一时间场面好不壮观 荡荡气急败坏 不停殴打辱骂太监 而这一切都被秦王看在眼里 正在这时 小银记提着一只木桶走来 只见两桶水倒下 木球竟然自己扶了上岸 秦王大喜国王 一把抱过银记 你这个用水取球的主意 是谁交给你的 王后却在一边阴阳怪气 说这主意一定是芈月交的 王后的脸被打得啪啪作响 没想到自己忙活了半天 最后竟是给芈月母子做了嫁衣 你是要气死你母后吗 替父王出谋划策的事都让我做了 那些朝廷的谋士将相还做什么 看着这个只会武枪弄棒的胖儿子 王后气得差点被过气 秦王来检查功课 却只见迎击一人 这时迎荡慌张跑来 为了考察两位公子的谋略见底 秦王当场出了一道难题 如今朝堂众臣争论不休 一派主张罚含一派主张公署 让两位公子三日后去四方馆 投下自己的主张 两个孩子回去找母亲出主意 那你自己可有间谛 我有什么间谛 你们要我怎样我就怎样 最周全的办法只有一个 你先在边上细细看看 别人投的是哪种钱 跟着大多数人投 孩儿知道了 芈月的教育方式却完全相反 她鼓励营记跟随自己的内心做选择 弟儿知道了 三日之后 两个孩子来到四方馆 这里高人云集 未公寒还是法蜀难分高下 公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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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赢档想都没想 直接跑去打听两边的票数 公寒的有多少个了 公寒的有十三个 法蜀的呢 法蜀的只有五个 赢档毫不犹豫地将竹签投给了票数多的一方 而赢季则四处观察 却被来拉票的张一骗到角落里吃蜜豆 张一希望赢季和自己一样主张公寒 可赢季一听立刻吐了出来 怎么了 吃了老婆的蜜豆 就不能用自己的心去下注了 不值 因为赢季更赞成法蜀 回到宫中 秦王让两人说出自己投注的原因 儿生在四方馆 看到侧师们大多主张公寒 就说明人心所归 听了这样的解释 大王不免有些失望 赢季却反其道而行之 正因为多数人主张公寒 他才要出其不义法蜀 这样胜算更大 小小孩童竟有如此心思见底 秦王喜出望外 对赢季更加宠爱 不久之后秦国大败蜀国 并顺势拿下八国和居国 国力更胜以往 加之四方馆投注一事 前朝后宫便有了秦王 要立公子继为太子的疯言疯语 可奇怪的是 听到风声的王后不但没有声起 反而与赢季越发清静 我和你娘亲是姐妹 以后啊 不分彼此 常来就是 为了帮赢荡扫除障碍 王后将黑手伸向了秦王最宠爱的营记 她先是送营记一件花香四溢的华服 然后邀请芈月一起逛园子 行动的头一晚 王后叮嘱自己的儿子淫荡 明天无论如何都不要出交房店 为什么 听母后的话没有错 因为在园子深处 王后已让人放置了一个巨大的杀人风潮 第二天 王后与芈月相约来到后花园 眼看到了风潮所在地 王后突然脚下一滑扭伤了脚 妹妹不必担心我 你快去追忌儿吧 王后本以为胜券在握一件双雕 以此除掉芈月和营记 却不知此时 营荡已经偷摸溜出交房店 半路还抢了公子通的桂花米酒 喝了个鸣鼎大醉 误打误撞进了藏风潮的小路 杀人风寻着酒位一拥而上 这时营记和葵姑正好路过 两人还没反应过来 杀人风就被营记身上衣服的颜色和花香 瞬间吸引了过来 好在葵姑脱下衣服将营记盖住 又用身体将她死死户在身下 营记只受了轻伤 营荡和葵姑却因为中毒太深命悬一线 众人百思不得其解 杀人风肠出没于深山老林 怎会突然到宫中筑巢 然而这一切却没有忙过芈月宫中的小太监 她自幼在深山里长大 知道这疯子最爱追逐三种人 最久的人 穿鲜艳衣裳的人 和身上有香气的人 公子荡占了头一种 咱们公子占了后两种 公子姬当日所穿衣服颜色鲜艳香气扑鼻 公子荡喝酒却纯属偶然 所以行凶之人的目标并不是公子荡 而是公子记 小太监亦惊醒梦中人 可即便如此 宁月念及姐妹之情 并没有到大王面前告发 这时她无意听到太监和宫女们议论 小时候曾见蜘蛛被杀人风折伤 掉进草丛里后又活了过来 宁月深受启发 当即命女医治上山采集这种草药 外父内父之后 竟真的解了这杀人风之毒 杀人风危机成功解除 而姐妹俩的战争这才刚刚开始 我从未与你争过仇 还有争 除了你 大王眼中还有谁人 我们是姐妹 我们还同是义父 情同手足的两姐妹 同时嫁给了秦王 最后却因太子之位反目成仇彻彻底决裂 眼看嫡子荧荡已经出落成一只两百多斤的大胖子 而秦王身体每况一下 却迟迟不肯立太子 为了让秦王早做决断立荧荡为太子 王后决定让年仅十六岁的荧荡娶妻成婚 于是从楚国找来许多年龄相仿的公主画像 公儿子挑选 可赢荡年纪太小还未开窍 就喜欢和宫里的历史盲汉摔跤举失所 对女人一点兴趣没有 看着美女画像只觉着头疼 哎呀算了 儿臣的婚事以后再说吧 赢荡甩膀子离开愤懑不已 偏巧不巧误入为夫人的皮箱垫 突然听到里面传来女子优美的歌声 赢荡爬上墙头一看 瞬间被院中美人吸引 一曲作罢 赢荡忍不住拍手叫好 太好了 是什么人竟敢在此偷窥于我 瞎了你的狗眼 赢荡被打到头不但不生起 反倒对这个高荣的美人动了春心 原来美人名叫魏夷 是魏夫人的亲侄女 魏夫人本欲将魏夷献给秦王 好培养自己的心腹之缘 从而左右秦王立处一世 可此时秦王年事已高有心无力 加之立处未定后宫暗流涌动 便对这个表面明艳动人 身后却看不清目的的美人置入网文 魏夷接连与秦王偶遇 发现秦王对他并不感兴趣 不免觉得有些苦闷 直到这一天遇到盈荡爬墙头 又听魏夫人说秦王有意 立盈荡为太子 更有望成为下一届秦王 便慢慢转换了心思 既然逮不着老的 逮个小的也不错 他知道盈荡日日爬墙偷看 便使了一出狱情故纵 你钓过鱼吗 而盈荡屡次求而不得 直接找魏夫人摊牌 只为求见魏夷一面 王后得到消息 立马杀到披香店问罪 盈荡年少无知 可他却不是好糊弄的 一眼便看穿了魏夫人的把戏 勾引秦王不成 又来勾引他儿子 躲在战后的盈荡 听到心爱的女子被母后羞辱 于是更加坚定了 保护魏夷的想法 难怪魏夫人 不肯让姨公主见我 你恶言恶语 让孩儿颜面尽失 你这不仅是羞辱了你的孩儿 也羞辱了母后自己 王后苦口婆心百般阻拦 可也拗不过自己 一手浇灌出来的傻蛋 我和姨儿是天作之和 除了她 我谁也不要 母后提亲去吧 盈荡如愿娶得魏国公主 嫡子成家 秦王再不立太子就说不过去了 他本忠义赢绩 可芈月并不希望儿子陷入朝堂争斗 秦王犹豫在三之下 终于做出了决定 苍天有眼 大王终于立我儿为太子了 盈荡虽然娶妻当了太子 但蛮横霸道的性情一点没变 天天带着三个壮汉 不是打骂哥哥弟弟 就是欺负宫女太监 盈通自知惹不起 便带着盈绩离开 却被盈荡追上来一把揪住衣领 三月三 人人想讨个吉利 你却有意讨闲 讨闲的人是你吧 你来 大家都跑了 你说什么你 盈绩上前劝说被狠狠推开 盈荡是太子 却在光天画下逗出 令人不服 盈荡一想觉得有道理 但他并没有打算放过盈通 而是直接将人扛回自己的宫殿 我若做了大王 我会把宫中所有的茅厕都分分给你 让你日日伺候我如厕 我要分你做大秦的如厕君 拜见如厕君 拜见如厕君 不得好死 就连一旁的太监也苟杖人士山峰点火 可怜的盈通被三个壮汉 按在地上狠狠蹂躏 不一会儿就被折磨得头破血流 遍体鳞伤 盈荡更是将自己的大脚踩在 盈通俊秀的脸上 玩够了就将人一脚踢出门外 盈通惨遭羞辱 失魂落魄地回到住处 可即便被欺辱至此 母亲仍让他忍气吞声 若有一日 托儿被他们害死了 你还会继续忍下去吗 看着手里的红鸡蛋 又想起被羞辱的种种 盈通绝望之下选择了自尽 终究是母亲的懦弱害死了可怜的儿子 樊长使决定不再隐忍 他将当年盈通目睹王后的人 在花园放置杀人风潮 意图谋害盈济之事 一五一是河盘托出 只因他胆小怕事 才将事情隐瞒至今 秦王得知真相后雷霆大怒 恨不得当即废了太子和王后 可一旦一处一吼 必然会引起朝堂动荡 秦王无奈之下 只能另做打算 他将盈济安排到成明殿读书 还让目监叫盈济习武 谁料盈当得知后 竟带着三个网汉闯进成明殿 意图将盈济带走 顾忌重施 目监出手阻拦 却被打倒在地 盈济见状立马掏出软鞭保护 盈当却不知羞耻以大欺小 挥着剑向弟弟砍去 好在关键时候 秦王及时赶到 可淫荡并没有因此 认识到自己的错误 祭地便可以在 父王的寝宫中五刀弄剑 这阉人老奴也渴 为何我不行 难道我不是 父王的亲生骨肉吗 秦王被气到急火攻心 一口老血直接昏死过去 秦王病重 前朝后宫瞬间乱作一团 又像肝冒不顾王后禁足 竟趁乱将人放了出来 王后一来便严防死守 未经传诏 后宫所有人都不得 进成明殿见秦王 秦王口吐鲜血 马上就要死了 此时闻五百官后宫 嫔妃公子公主们 全都眼巴巴地跪在殿外 但秦王想见的 却只有米八子一人 看着昔日英勇神武的秦王 如今成了形容枯稿的病弱老人 芈月再也抑制不住心底的悲凉 扑上前紧紧攥住秦王的手 寡人 从与你相识起 就知道月儿 有普通女子没有的胸怀 你虽不惜全世 但家若有一日 大秦需要米月扶持 你万万不可以再对此 君生我未生 君生我一老 保护月儿的老伯 终究是要走啊 不知道这世纪年 寡人是否 有片刻得到过 月儿的真心 大王大月儿 如父如兄 月儿与大王 同心同德 到底还是如父如兄 秦王自知从未得到过 米月的真心 只求他留一缕青丝作陪 米月扯下一缕头发 像极了当年他送给黄歇石的模样 随后秦王将淫荡叫到床前 让他当着众人发下毒誓 在有生之年 不会伤害你一个兄弟的性命 若有为师 天前之 空灵悲凉的楚曲在宫中响起 过往的一幕犹如走马灯在秦王脑中浮现 两人从相见相知相识 如父如兄是亲密的恋人 更是惺惺相惜的知己 秦王终究还是爱惨了他的月儿 一代伟大的君王就这么强 公元前三百一十一年 秦王迎刺去世 嗜号为秦惠文王 秦惠文王在位时继续了商鞅之马 任用各国人才 占领汉中收兵巴蜀 北扫义渠 使得秦国领土面积 骤然扩大数倍 秦惠文王死后 由太子迎当继位 使秦秦武王 秦王死后 众公子奉旨邪母前往封地 王后不顾秦王遗诏 唯独将芈月母子留下 还让他们为秦王陪葬 只因宫中谣言四起 秦秦王还有一道秘诏 与立营记为太子有关 秦王生前只单独召见了芈月和营夫人 王后便猜测这道秘诏定是在芈月手中 好在陪葬一事遭到王室宗亲阻挠 家之未染突然带兵回城 王后不得不有所忌惮 既不能分封营记 又不能让他们母子留在咸阳 王后一时不知该如何是好 而席魏夷趁机提议将芈月母子送到燕国为止 燕国乃极寒之地 质子之路更是步步艰辛 稍有不慎便会命丧他国 而且这里还有一个对芈月恨之入骨的故人 此人正是燕国国相郭怀的妻子米英 据说楚国人最喜欢吃的就是温顶会肉了 看着碗里肥嘟嘟的炖猪肉 半年没吃肉的小银鸡立马忍不住 不料下一秒 世上真是有人死要面子活受罪 已经激火烧场了还硬撑着要见你心仪的义后 昔日被逃婚的楚国公主摇身一变 竟成了燕国义人之下万人之上国相郭维的夫人 芈月也没想到 会在这碰上自己儿时的死对头 而自他们来到燕国遭受的种种 全都是拜米英所赐 收买一尘磕带衣食 火烧驿战害死葵姑 直到看到他们穷途落露 这才假借一后知名叫来羞辱 甚至不顾外面冰天雪地 让芈月母子将赐予衣物脱下 你和公子身上的每一寸侣都是拜我所赐 你若心疼儿子 不如此刻就跪在我脚下 承认你是个贱人 是个从小就不知廉耻的贱人 迎记不仁母亲受辱 当即脱下身上的衣裳 可怜的母子俩衣不避体 赤着脚被赶进了风雪里 加之连日来的饥寒交迫 体力不知最终晕了过去 好在被路过的好心人搭救 得知芈月母子被人救走 芈英仍不肯放过 私下命一尘将芈月赶出驿馆 芈月无奈之下四处寻找住处 恰好碰到一房屋中介 领着他们来到一处破落小院 开门的是一个疯癫的女人 女人名叫真嫂 家里男人从军 全都死在了战场上 婆婆饿死儿子也病死了 接二连三的打击 让真嫂患上了失心疯 她时而清醒时而疯癫 竟把继而当成了自己死去的宝 而芈月有了安身之所 便琢磨其养家糊口的生计 中介见她女工不错 主动提出帮忙招揽生意 恰好这事宫中春宴 王宫大臣的家眷们各个争其斗宴 作为国相夫人的芈英 自然想要厌压群芳 谁曾想被一件富贵海棠的锦衣盖过了风头 芈英气个半死 又查到这件衣服是芈月做的 于是再次起了杀心 直接命远送百金定制华府 芈月只见珠宝金丝 却不见做衣服用的客丝锦缎 不免觉得有些蹊跷 可为了养活一大家子人 还是硬撑了下来 果然第二天 B型官兵叫嚷着闯进小院 将昨日交付的定金珠宝全部搜出 栽赃芈月偷到官家财物 好在关键时刻 黄蝎及时赶到 不料狗官又拿出一件球皮 迎记见葵姑留给自己的衣服 被坏人拿走 上前与之争强 却被一脚踹翻 甄嫂死了 芈月彻底怒了 她捡起软鞭 朝狗官后脑发去 眼看黄蝎不敌 义渠军霸气杀到 好在芈月有意渠军和黄蝎保护 这才杀了守城护卫逃了出来 芈月仍不死心 随后又偷兵符 清全国之力追捕芈月母子 国相得到消息 连夜回城阻拦 念在夫妻一场 苦口婆心说明要害 可面对杀头的大罪 芈月毫无悔过之意 一副我就干了你爱咋咋滴的样子 气得国相当场拆穿她娇滴滴的假面目 擅自弄拳 公报私仇 借盗杀人 运家吃醉 何患无辞 冤枉 住嘴 不许以后 不许你离开我身边一步 够敢撒野 打断你的腿 国相下了最后通牒 芈月仍然不放在眼里 进狗胆包天将撤兵的书信栏下 还篡改了里面的内容 田将军收到对秦国质子格杀勿论的命令 在齐艳边境设下埋伏 眼看见在弦上 芈月驾车突围 千军一发之际 役后及时赶到 为了弥补芈月母子在燕国的遭遇 役后亲自设宴款待 国相深知自己夫人的秉姓 料定她断然不会善罢甘休 果不其然 在厨房发现了一个可疑的厨娘 你头上这只金簪子绝不是普通人家的物件 看着像是宫里头的东西 厨娘吓得直哆嗦 直接被赏了手里的酸梅汤 不料画面一转 酸梅汤又送到了米英手中 夫人 酸梅汤味道如何呀 这个穷香僻壤之地 哪有什么好喝的酸梅汤 但对夫人来说 无论好坏 一口就够了 看到熟悉的金簪 米英一下感觉不好了 可惜米英到死都没明白 自己是如何把自己给作死的 而在异国他乡再次遇到初恋的米月 决定不再辜负黄县 决心与她一同回到楚国 可天不随人愿 秦王迎荡突然驾崩 臣奉命宁公子及归国 商议立新军之事 米约又要再次辜负他的子谢了 秦王迎荡带领十万大军直逼洛阳 只为亲眼目睹传说中 得九鼎者的天下的九之大力 九鼎本为下雨收天下九州之金交注而成 每一支都重达千金 秦王见周天子微弱不堪 便逞能打赌 只要秦国立誓能举起此顶 就可将象征天命的九鼎带回秦国 第一个上场的是任鼎 只见他双臂发力 将金鼎环抱抬起 不料刹那又落回地面 第二个上场的是乌火 乌火猛扎马步气沉丹田 可见腿上功夫了得 用手扶住顶边 借助腿部力量 将金鼎托起 但也只是过了腰部 便败下阵来 最后上场的是梦奔 只见他绕金鼎一圈 突然猛拍自己大腿 一手扶顶一手托顶 竟然将金鼎举过了肩部 但因气力不计最终半途而飞 看着如此惊心动魄的场面 周天子都快可笑 淫荡恼羞成怒 竟要亲自下场举顶 在众人期待的注视下 迎荡一举将金鼎举过头顶 在一声声赤裸裸的捧杀中 迎荡渐渐迷失了自我 突然金鼎轰然倒塌 迎荡五脏震碎口吐鲜血 当场暴毙而亡 消息传回秦宫 惠后悲痛欲绝雷霆大怒 传之下去 车裂巫祸 腰斩人笔 胡鹏猛奔 三人歼灭脚族 迎荡死后 惠后为继续掌权 竟提毅力胆小懦弱的公子壮为王 魏夫人也没闲着 称武王后魏已有身孕 应当立腹中孩儿为王 而其他公子们则连夜调急兵马 四季而动 其中实力最强的 莫过于在救族中 威望最高的公子华 为了彻底扫清障碍 惠后合谋甘茂 在朝堂上摆了一出鸿门宴 表面照几众公子商议立新军继位一世 实则暗藏祸心 命宫女拿来三个大陶 惠后自己享用一个 第二个赏北辅佐两代君王的 有功之臣初离子 而第三个陶 应该留给秦国的新国君 眼下王位未定 我也不知道 这陶应该赐给何人 此话一出 众公子纷纷起身争抢 一时间朝堂之上剑拔弩张 呼声最高的公子华和公子辉率先开战 埋伏的将士冲进殿内厮杀 公子辉不敌公子华 被削去发光后一箭毙命 看着王室手足相残 初离子毁不该当初 他曾力保的贤良舒德的王后 力保的勇猛嫡子 在这一刻全都变成了笑话 女人吃下一块绿豆糕 没想到差点就死了 因为在这豆糕之中 藏着一条可以让人生不如死的蛊虫 只需随食物一同服下 三个时辰之后便会发作 如腕虫事骨令人痛不欲生 看着还有半条命的芈月 魏夫人与五王后疯狂暗示不成 索性撕破脸以解药相要挟 逼迫芈月交出先王遗仗 却一不小心将解药掉进了水里 词药一旦遇水便会失去效力 蛊虫之毒算是无药可救了 可怜的芈月 被蛊虫苦苦折磨三日 仍不愿将遗诏交出 好在昔日跟随的小太监冒死探望 芈月这才有机会将消息传出 她让沐昕去咸阳东市 找一个姓梁的皮毛伤子 因为此人是一渠在秦国的眼线 得知心爱的女人遭人谋害 碧渠君当即带人潜入秦宫 将芈月带回草原试救 不料这蛊虫十分顽强 就连无所不能的老吴也败下阵来 加之中毒时间太长 老吴几番驱骨 却已无力回天 看着姐姐痛苦的样子 白起的心也跟着碎成了渣渣 她怎么能让最心爱的姐姐 就这样眼睁睁死在自己面前 在她的逼问下 老吴终于说出了解毒之法 那就是必须选一人一命换一命 可这蛊虫也最是挑剔 最喜身强力壮之人 也最喜高富帅 如果对接替之人不忠意 就算强行施法也无法请出 很快夜幕降临 整个异区草原 不论男女老少 全都跪在帐外祈祷 随着全部豆子倒下 众人纷纷上前排队 可无一例外拿到的都是黄洞 直到只剩一渠军一人 果不其然 蛊虫挑选了草原上最优秀的男人 帐内篝火攒动 蜜月双眼冲血 模样痛苦而又可怖 异渠军接过老吴递来的 废水一口饮下 伴随着她的一阵狂笑 蜜月竟渐渐恢复了平静 蛊虫换人附体已经疯狂 折磨一渠军更甚十倍 看着这个为自己豁出命的男人 蜜月瞬间哭成了泪人 在坚硬的心肠 也在这一刻被彻底征服 有了蜜月的许默 一渠军突然发疯似的从床上坐起 一渠军成功化解蛊虫之毒 而他活过来后的第一件事 就是送蜜月一份大大的聘礼 不是草原的骏马牛羊 也不是楚国的六里 而是动用全部一渠兵马 为他拿下秦国 几日前 米叔得知蜜月躲藏在一渠 便想花重金贿赂一渠王 只要他肯把蜜月交给我 赏粮五千车 卷千匹万金 米叔怎么也不会想到 这一切其实都是阴谋 因为义渠王早已爱上芈月 听闻会后重金收买 米月十分开心 她让义渠王假装听令于会后 亲手将自己送往秦宫 姐妹俩多年未见 米月心中仍残存着对姐姐的怀念 但米叔的眼里 却只剩下王位和权力 只要你死了 那一招就会跟着你灰飞烟灭 看着姐姐变成如今这般模样 米月还想劝她收手 不要一错再错 不料米叔为了权力已经走火入魔 她恼羞成怒派人去掌嘴米月 不料巴掌还没落下 就被义渠王给拦了 看着义渠王竟然保护米月 米叔这才知道她俩是一伙的 双方人马剑拔弩张 夺权大战一触即发 此时魏夫人和五王后走进宫殿 姐妹之间的权力之争愈加复杂 五王后扬言自己怀了先王淫荡的骨肉 让婆婆米叔即刻娇权 一时间小小的宫殿内聚集了三波势力 惠后派米月派以及五王后派 场面处于一种微妙的平衡 乍眼一看 母嫔子贵的五王后更胜一筹 可她还是太过年轻 顷刻间就被米月看出了破绽 米叔气得连连后退 想不到自己的儿媳竟会以这种方式夺权 还没等她缓过神来 殿内又走进一批人马 来人正是位高权重的王叔车离子 米月从头上小心翼翼地拔出发钗 谁曾想这平平无奇的发钗中竟设计精巧 那封能改变秦国政局的秘诏就暗藏其中 王儿迎记 仁爱宽厚 真名大义 特传位于公子迎记 车离子宣读完秘诏 直接扑通一声跪在地上 迎后新王迎记上殿 看到米月的儿子做了秦王 米叔五王后纷纷傻眼 真可谓是破了葫芦碎了瓢 傻也没捞着 看着仇人的儿子被扶上王位 会后死了的心都有 米叔虽然知道自己大势已去 但他却无法接受这个事实 嚣张跋扈的王后失去权力 变成了光感私立 米月与儿子登上秦国朝堂执掌朝政 台下文武百官纷纷跪拜 新王登基自然少不了屈炎富士之人 国相甘茂第一个站出来溜絮拍马 可他却因叫了声会后惹得米月十分不悦 最终还是米月的弟弟未人 站出来提议 周十三母称太任太子太将 臣以为当以太子为尊号称太后 下时间群臣纷纷纷点头 就连米月也很喜欢这个尊称 迎记看母后喜欢 便当场将此事定了下来 自今日起就尊圣母为太后 寡人年纪尚小 当有母后临朝称至代掌朝政 拜见太后 自此米月成为历史上第一个太后 并开启了长达四十一年的执政生涯 她立下宏图壮志 是要让大秦不断昌盛繁荣 可几家欢喜几家仇 另一边的会后宫内就冷清许多 这天丫鬟带来一个陶冠 里边竟放着出宫福洁和一封密信 在甘茂的帮助下 会后很快便逃到了大王子盈华的属地 盈华空有造反之心却无造反时机 只要有会后再便师出有名 恰恰盈华在众多公子中威望极高 在她的山洞下 众多公子都表示追随盈华对米月开战 甚至还争取到其他列国的参与 而米月要想改变局势必须主动出击 很快各国使臣齐聚一堂 他们此次前来的最终目的 无非是打探秦国虚实 米月将心腹大臣叫到一起 告诉他们此次会面关系到秦国安危 是否有人愿意担此重任与列国使臣交涉 众多大臣纷纷低头不敢对视 这让米月有些寒心 既然如此 那就由朕亲自出马 朝堂之上 米月凭借役后与秦国的关系 很快便打发了燕国使臣苏秦 第二位是楚国使臣静赏 米月知道此人贪财好色 于是直接赠予他一箱珠宝 为了彻底安抚楚国 米月更是将事情做到极致 承诺会迎娶楚国公主为秦国王后 并且愿意赠予楚国一座城池 还趁机将弟弟米荣耀了过来 在米月的斡旋下 列国纷纷表示不会干预秦国内政 眼看外部威胁得到了解决 可一向与米月不合的大臣们却不干了 甘冒斥责他割地辱国 愧对秦国列祖列宗 臣请太后退居内功还政于大王 臣请太后退居内功还政于大王 你无能遇外敌平内乱 如今诸侯兵马退去 你倒会上下串联要挟军王 如此无德无才无耻无能之人 你还敢立于朝堂吗 殿前武士 在 把他给朕逐出朝堂 甘冒被罢免国相之位 回去便联合会后和公子华 暗中收买进军刺杀米月 好在一区军舍身抵挡 米月这才毫发无损 很快刺杀主谋被抓 正是进军首领盟 没想到米月不但不怪罪 反而将他们全部释放 并当场开卖 发动技能以德服人 你们沙场浴血 握兵长血 千里奔波赴汤倒火 为的不仅仅是效忠君王 保家卫皇 更是为了让自己活得更好 让自己在沙场上赠来的功劳 能够应急家人 为了让自己能够建功立业 人钱显贵 曾经 商君之法约定 只有军功才可受决 有功者显荣 无功者虽负无所容华 可有些人就是不愿意遵商法 要恢复旧旨 你们也不情愿 也不想实行新法是吗 为何你们站在了靠祖上 余音吃饭的旧族那边 自愿成为他们的英雄 使得商君之法不能推行 你们的忠诚 不献给能够为你们提供公平 军功荣耀的君王 却给了那些对你们作威作福 只能赏给你们残渣圣贩的旧族们 是吗 将士们 我承诺你们 从今以后 你们所付出的一切血汗 都能够得到回报 任何人触犯秦法 都将受到惩处 秦国的一切将是属于你们 和你们儿女的 你们可以成为公事 为上造 为布庚 为左书长 为右书长 为绍上造 为大上造 为关内侯 甚至为撤侯 十亿万户 你们敢不敢去争取 能不能做到 我们能 我们做得到 最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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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米月一段气势磅礴的演讲 瞬间收服万千将士的心 并成功解决了军队内部分裂的问题 这时出李子待人感到 被眼前的一幕震惊不已 没想到一介女流 竟能让数万将士如此拥戴 米月安抚完将士 决定彻底平息朱公子之乱 而他第一个下手的 自然是势力最大 身后有惠后扶持的公子华 米月新十万王者之师 讨伐雍城叛军公子华 不曾想公子华不战自乱 还未开战 手底下的将士就散了一半 连拥戴他的其他公子 也纷纷归顺朝廷 米叔无奈写信求助哥哥楚王 却都被男后拦下 我可不想听到任何会影响我家子兰 和秦国联姻的坏消息 米叔迟迟等不到救援 绝望之下 只得昭告天下丽营华为王 与咸阳分庭抗争 得知自己的儿子终于当了大王 为夫人乐极生悲 直接一口老鞋喷了出来 母亲 华儿 你是大王了 你是大王了 迎华为了讨母亲欢心 特地令人打造凤冠敌 为夫人欣喜若狂 却连穿衣服的力气都没有了 此时王军突然濒临城下 迎华穷途末路 带着仅剩的数十名心腹殊死拼杀 却已是强弩之末 分分钟被擎兵围住 你为玉碎 不为瓦全 迎华举刀自枪 被赶来的魏染帅气拦下 王军攻下雍城 生擒迎华会后 其他公子势力随即不攻自破 眼看大势已去 米叔将准备好的贺顶红倒入酒中 可几次端起又放下 始终没有勇气喝下 别在那装模作样 请吧 另一边魏夫人气息奄奄 仍不忘自己的凤冠敌 看到破城的王军 竟走火入魔产生了幻觉 魏夫人一生执念王位 最终却落了个如此下场 自此在秦武王赢党死后 被诗书上称为 寄军之乱的秦国三年内乱 彻底平定 三年内乱 致使秦国民不聊生 米约下令按照秦法 将叛乱七位公子全部处斩 不料此话一出 遭到王叔出李子极力反对 这些可都是他赢士的孩儿啊 不让他们付出代价 造反在我大秦便永远如同儿戏 如此国不成国 法不成法 一旦外敌到来 江山父王呜呼哀哉 灰飞烟灭 出李子苦苦哀求 祈求看在王氏血脉的分上 网开一面 就是要给天下人一个警示 乱我大秦者 当如何下场 太后 米约态度强硬以义孤行 出李子便以辞官相要挟 但他不知道 米约杀心已定 我不受任何人要挟 乱我大秦者 全部出斩 米约一声令下 叛乱的七位公子 全部人头落地血剑当场 而他的狠辣决绝 很快招致迎是宗族的不满 王叔出李子更是气得当场辞官 出李子 出李子 出李子辅佐三代君王 是银氏家族的大长老 更是大秦的定海神针 米约要想救族臣服 就必须得到这位王叔的支持 于是在一个风雪交加的夜晚 米约来到出李子的小院 不出意外地吃了闭门羹 你一刻不出来 我等你一刻 你一夜不出来 我就等你一夜 你一世不出来 我就等你一世 出李子听得心烦 索性熄了灯埋头睡觉 机智的米约哪能让她睡到自然醒 命宫女拿来排销 一吹就是一整晚 可万万没想到 出李子静一觉睡到了大天亮 果然男人都一个德行 再吵都能睡得着 看着在雪地里等候一夜的太后 出李子瞬间怨恨全消 满怀愧疚的跪拜在米约面前 君臣二人隔岸相坐 从商业护吹到商君之法 再到先王洪志天下大事 往日再多的不解与隔阂 也在畅谈间烟消云散 有的只是对秦国的担忧和谋划 有一日秦国再也不分什么老秦人心权贵 如同七百年前 天下所有人都奉周天子号令一般 诸侯之间再无战争 四海归依天下奉秦国泰民安 你可感愿大秦有这样的一日 米约心有宏愿壮志必愁 出李子却担心迎是百年基业 回在一个外姓妇人手里 如今秦国风雨飘摇 对外割让城池 内部心就势力错综复杂 莫说天下一统 就连回到先会文王时期的盛况 也难如登天 见出李子不幸 米约当即立誓 便以十年为期 可如果十年期到 太后没有实现承诺 那太后就退居内功 不能再行干政 君子一诺 如此君臣一心大事可成 芈月看着漫天飞雪 突然想起一位 许久未见的古人 你会放屁吗 你说什么 放屁 你看我 回想起儿时的画面 恶毒的王后终于失了眼眶 我是嫡公主 你见了我 你应该姓大力 我已向你行人 你应该向我行礼了 为何 来而不我 费力 姐妹俩相视一笑 曾经的生死与共 只因他们爱上了同一个男人 最终背道而驰渐行渐远 人生若只如初见 那该有多好 只可惜 芈月还是曾经那个爱放屁的妹妹 而芈月已经回不去了 你以为你的儿子当了王 你的身份就变了 我是嫡公主 生来就该做王后 母后 而你是庶主 只能给人做应你 芈月自知没了儿子 没有了权势 在无翻身之日 便想要一心求死 我不会杀你 难道你还要把我留下来 还把折磨我 让我生不如死吗 既然你已不是对手 我折磨你 又有何去 姐妹俩自此别过 一个在冷宫孤独终老 一个则成了纵横列国的秦国太后 了却了一段旧情 芈月精心打扮 换上新衣和头饰 再次见到初恋黄蝎 两人多年未见 黄蝎还是那个深情的黄蝎 而芈月 却成了她永远得不到的秦国太后 过往的情义历历在目 两人一聊就是一个通宵 临别前 芈月还拉着黄蝎的小手 愿倾其所有留下她辅佐自己 义渠王得之后 醋意大法 立马找到情敌黄蝎 话里话外宣示主权 说如今芈月是她的女人 让黄蝎趁早离开秦国 不料这一幕被芈月撞见 两人回去后大吵一架 芈月也不惯着 你到底想怎样 自到我出了娘胎 我想怎样就怎样 哪怕是大王 也不能想怎样就怎样 你管得了大秦 管不了我摘礼 两人大吵一架 芈月自知理亏 本想约一瞿君酗酒 不料等来的却是她离开的消息 一瞿君对芈月来说 不仅是狂野的情人 更是一统天下的左膀右臂 她可以感情用事 但自己却不可以 为了挽回自己的野马鞠子 芈月亲自来到义渠草原 美其明曰查看大秦的蜀地 实则是请义渠君回咸阳 我是来向你讨债的 胡说 我欠债 我自归降于秦国 我从来就没欠过债 你想赖 你欠我的秦债呢 义渠君顾知 芈月葫芦里装的什么样 正准备撇清关系 不料芈月一语力挽狂澜 我有身孕了 千里迢迢来寻孩儿的父亲 义渠君得知自己喜当爹 高兴的嘴都喝不拢了 与芈月的矛盾也随之烟消云散 为了不让义渠君在小孩子脾气 芈月主动提出要和她结为夫妻 而地点就选在义渠大草原 芈月身穿白色婚纱 在长生天的见证下 与义渠君结为夫妻 得知此事 秦国的朝臣们犹如五雷轰顶 瞬间炸开了锅 芈月知道母后怀孕更是火冒三丈 芈月此事也慌了神 她找来靖臣雍锐商量此事 同时芈月为她介绍一人 那人便是自己的初恋黄蝎 二人共同商议如何堵住悠悠众口 黄蝎显然聪慧过人 怀孕已成事实不可更改 那就让孩子没有父亲 周人的始祖是怎么来的 不是天生玄鸟降而生伤吗 既然周人的始祖出生 是因为他的母亲吞了个鸟卵 那没有父亲是在情理之中 到了第二日大臣议论纷纷 大家都觉得太后做出这样的事愧 对列祖列宗 心中的正义感瞬间爆跑 表示一定要冒死境界 芈王死了十多年 结果太后却怀孕了 听到这个消息 满朝文武无不惊讶 纷纷想问孩子生父是谁 大臣深知太后胡编乱造 正准备上前理论 不料太后已经溜之大吉 难道要逼一个母亲 杀死自己的孩子吗 周人始祖的母亲简笛 吞玄鸟之鸾 而生下周人始祖气 气之父在哪里 秦人始祖的母亲江源 采巨人足迹 而生下秦人始祖气 请问 气之父又是谁 雍锐一顿瞎扯 并没有唬住大臣 好在芈月的弟弟 魏冉和白起出面 以武力胁迫 这才勉强化解了危机 虽然大臣们不再闯功 可秦王银姬又该如何自处 为了不让母亲生下这个不明来历的弟弟 银姬竟出言辱骂 芈月瞬间来了脾气 你父已经与我天人有格 你却要我做抉择 儿子始终是儿子 软得不行来硬的 直接跪在店外 扬言母亲若是执意生下这个孩子 自己就永远跪下去 两位舅舅及时赶到 对大外甥好言相劝 银姬知道母亲的脾气 无奈之下选择从长记忆 芈月犯男去找黄蝎 而黄蝎身心俱疲 两次重逢 自己深爱的女人都怀了别人的孩子 却还要为她出谋划策 黄蝎无法接受 决定离开这个伤心的地方 可临走前 还是不忘替芈月排忧解难 大王宅心仁厚 他此刻需要的不是别的 而是你的尸毒之情 银姬经过此事茶饭不思 太监送来他最爱吃的糕点 那精米粥可早个再好 也比不上母后的手艺 你未曾品尝 怎知不是母后的手艺 银姬回头一看材质来人正是母后 激动的连忙起身 自始至终 银姬就像是长不大的孩子 也是难得的孝子 可他真的能将此事抛在脑后吗 不久之后 芈月生下一渠君的孩子 一家三口其乐融融 而门外站着的银姬却像个外人 我大秦 当与列国联兵 共同伐楚 只因一件小事 秦国就要灭了楚国 不仅派出白起未然芈戎三位猛将 更是召集百万大军 眼看大兵压境 楚王却难稳大举 胆小的大臣劝说楚王开城投降 谁有的祸事 要谁自己去承受 大王 不可轻易放过那太子恒 原来就在几天前 楚国质子太子恒 在咸阳酒楼与秦国士兵发生口角 双方打斗起来 太子恒的一个手下杀人后 故意栽赃嫁祸 杀人了 不想被被人杀了 太子恒吓得脸都绿了 脑子里只想着一个字头 危机之计 只有先赶快离开咸阳 逃回楚国再做打算 太子恒惊恐之下 私自逃回楚国 不料却给楚国带来了灭顶之灾 秦国借此机会迅速集结部队 准备越境攻打楚国 黄歇认为这一切都是芈月设计的 甚至骂他为了全力不惜发动战争 黄歇心存和平 又怎能与想要一统天下的芈月走到一起 不过令他俩都没想到的是 这一切真正的始作俑者 却是芈月的神助攻南后 南后为了除掉太子恒 让自己儿子取而代之 于是处心积虑制造了这起杀人案 什么样的灾难 不仅需要赔款 更是连丢了数座城池 就连楚王也被秦国掳走做了人质 当楚王再次见到妹妹芈月时 一个是高高在上的秦国太后 一个却是任人宰割的落魄君王 王妹 你若将寡人送回楚国 愿用半壁江山抄袭你 看着昔日的哥哥变成这般模样 芈月也不再心软 当初自己受难时哥哥落井下石 如今又怎能恳求自己施舍 绝望的楚王最终饿死在了秦国 楚国一时间群龙无首 再这样下去注定要被秦国消灭 而黄蝎亲眼看着一切 却无法阻止战争 你不再是一样 你只是大秦的太后 黄蝎悲愤离去 回到楚国出谋划策 一国乱州的楚国 这才逐渐恢复了秩序 他联合屈原等人推举太子横为王 不料却遭到难后的坚决反对 若不是太子在秦国为之 杀人潜逃 又如何会惹怒秦人 死这等不忠不孝不义之辈 又如何能再为储君 在大臣的强力柱推下 这场闹剧终于落下帷幕 太子横顺利登上王位 楚君因此士气大涨 秦国不想两败俱伤 于是班师回朝 虽然未能消灭楚国 但楚国却再也没有能力 与秦国抗衡 秦国离一统天下又进了一步 毕渠君指着秦王鼻子骂 可银记憋了半天 只憋出两个字 到底谁是主谁是臣 而两人的战争来自几天前 毕渠君的手下虎威 逛街时相中了一匹绸缎 本想送给自己的二老婆 可他不懂大秦的物价 只扔下两张狼皮就想和店家一物一物 老板经商多年 从未见过如此蛮横之人 虎威说爸转身就走 老板娘却撵了上来 让他扫码结账或者付现金 否则休想离开 谁料虎威也来了脾气 直接将绸缎扯坏还给了他 夫妇俩都快急哭了 就在这时鼓声传来 君营规定闭门之前必须回去 虎威此时也急了眼 一把甩开男人 可还是被死死抱住大腿 虎威本就生性粗犷 情急之下一脚踢出 男人口吐鲜血当场丧命 杀人了 你确定杀人了 女人一嗓子 直接把虎威吓尿了 因为自己是外国人 不想因此吃上人命官司 于是本能逃跑 结果秦国的急事可不像草原 没跑几步就被当场情货关进了大楼 得知此事的义渠军闯进秦王府邸 开门见山让银记放人 可银记早就对他心生不满 到手的把柄又怎会轻易放掉 你以为你是谁啊 是我 让你做了这个秦吗 你才能做这个秦吗 如果我说个不字 你立刻就得从这个王位上给我滚下去 银记被如此这般羞辱 瞬间怒气上冲 双眼泛红 差点就要拔出手中长剑 可以想到自己的母后 还是无力地插了回去 毕竟义渠军是他母后最爱的男人 闹得太疆难以收场 到了夜里银记找母亲平民 芈月只觉焦头烂额 一边是二婚的老公 一边是亲生的儿子 在你的心里 从来没有把我当成是你的男人 你我是宣誓殿外的夫妻 宣誓殿内的君臣 芈月冷冰冰的话语 彻底含了义渠军的心 在这一刻 义渠军觉得自己的月儿既熟悉又陌生 你若无心 我不强求 我与你之间 各归各路吧 他承诺义渠军 等风波过后就把虎威放出来 本以为事情已经顺利解决 不料义渠军到大牢看望兄弟 眼见他们一个个带着枷锁镣铐 生性粗犷的他最终还是没能忍住 直接一剑捅死了豫长 芈月得知消息当场崩溃 连杀两人又私自越狱 即使他有心解围也难以安抚朝野 大臣们提出以三日为宪 让一群人交出虎威 不然就要对义渠开战 虎威知道此事已经无法收场 于是决定一人做事一人当 他偷偷灌醉大哥 然后弯腰告别走出军营 秦军大将派出四名猛士 准备上前擒拿虎威 不料没等他们靠近 虎威就突然自杀了 义渠军得知此事悲愤交加 他用草原的方式送走了兄弟 并暗暗发誓要为兄弟报仇 可当他找到芈月讨要说法时 芈月的态度却极为冰冷 完全不给他好脸色 义渠军此事觉得月儿已经变了 二人的隔阂越来越大不可挽回 几日后两人一起郊外散心 他们彼此知道 这也许是最后一次和平相处 义渠军拿出秦国地图 用刀子分割两半 一半留给秦王迎记 另一半自己用来开设新国 作为秦国太后的芈月哪会同意 他的毕生追求即是天下统一 义渠军显然已经触碰到了他的逆龄 眼看谈判未果 义渠军缓缓端起酒杯 而这也是他给芈月最后的机会 大王说了 只要他把酒碗往地上一扔 卢走太后和公子 其他人一律格杀勿论 义渠军满含热泪看着芈月 仿佛是在做着最后的告别 但他万万没想到 看起来天真的芈月 其实早就布置了数倍人马 埋伏在会面场地的周围 太后有令 义渠认不动 我们就不动 双方士兵摩拳擦掌 就等着义渠军酒碗落地 芈月还想挽回自己的情人 他请求对方 看在孩子的份上放下恩怨 义渠军听到孩子 这才缓缓放下酒杯 紧接着芈月拿出 亲手缝制的衣服 虽然轻轻感化了义渠军 可他身为义渠人的君王 虎卫之仇不报 又怎能向兄弟们交代 我只能不念旧情 带人杀进去 五日期限已至 秦宫外地洞山摇 义渠军带人杀了进来 他们势不可挡 血海深仇般地要灭了秦国 可除了城门的守卫以外 整个宫殿尽空无一人 义渠军也顾不得细想 镇臂一挥带人冲进宣氏殿外 他只在乎殿门是否打开 但结果却不像他预想的那样 宣氏殿的大门牢牢紧闭 在这一刻 义渠军的心彻底死了 突然战鼓响来 秦兵将他团团包围 义渠士兵显然已成瓮中之鳖 义渠的兄弟们 是什么让你们大开杀戒 兵戎相间 放下手里的武器吗 十几年来 义渠人和秦人 早已有了难以割舍的情分 长吉 你娶的可是秦人的姑娘 白羊将军 之后你身负了重伤 是秦军的将士 把你从刀陵剑语中抢了出来 胡三 收复东湖的时候 你曾与我秦军的副将 一起结拜为兄弟 那些出生入死的话 都是一句空话吗 将士们心中有愧 纷纷放下武器 白羊转而劝降义渠君 可对方因为执念太深 今日必须要和芈月做个了断 面对白羊的劝降 义渠君狠心刺出一剑 然后不顾阻拦推开殿门 里边围绕着层层情兵 芈月喘着粗气 已经紧张到了极点 魏染和芈蓉试图再次劝降 可义渠君二话不说 就与他们打到了一起 兄弟俩都不是义渠君的对手 芈月什么也做不了 只能不断嘶吼 眼看义渠君露出破绽 萌傲一箭射出 义渠君吃痛定在了原地 紧接着魏染一箭封喉 义渠君的小胡子 直接掉在了地上 这一切发生得太快 芈月双眼抱红表情扭曲 不可置信地看着眼前的一切 义渠君就这样死在了大殿上 芈月过了半天才缓过神 一把掀翻桌子 爬到义渠君面前 义渠君就这样走了 自此天人两格 而他却什么也做不了 只能愣愣地爬起来 呼唤义渠君的名字 最终昏死了过去 义渠君死后 芈月三天三夜不吃不喝 直到儿子和孙子跪晕在地 这才虚弱地打开房门 只三天的功夫 芈月的头发白了一片 三个最爱的男人相继离他而去 他的内心又遭受了多少痛苦和煎熬 自从义渠王死后 芈月整日闷闷不乐 儿子迎记看在眼里疼在心里 听说赵国有一块绝世宝玉 于是准备花十五座城池换玉以求母亲欢心 很快另向如便带着何世弊来到秦宫 当芈月再次看到楚国的旧物时 心情瞬间好了许多 可当他得知何世弊是用秦国城池所换后 逾越之情瞬间消散 这是什么 是块石头 是块好看的石头 你们看看 众人心中的千古奇宝 在孩子眼里 不过是块好看的石头吧 大王当下就明白了母后的意思 可得来的宝物哪有退回去的道理 如今秦国兵强马壮实力强劲 而赵国不过是强弩之末的小国 如若秦国态度强硬 赵国恐怕也是不敢如何 但没过几日 秦王就突然派人来取回宝玉 为什么 赵国使臣说玉壁上有瑕疵 要支点给大王看 芈月看破不说破 吩咐侍女将和氏壁交给传话太监 秦王急切想知道宝玉究竟何处有瑕疵 不料和氏壁一道令相如手上 他就把玉举过头顶 大王 令相如表示 如果诚心想得到宝玉就交出城池 摘见沐浴 十五日之后重新迎接 秦王没了办法 只能勉强答应 一晃十五天过去吧 令相如再次带着宝玉来到秦宫 可当秦王打开盒子时 里边却空无一物 令相如的操作 把秦王气得咬牙切齿 他立刻命人准备一顶沸腾的开水 要对令相如处以急刑 令相如 你算计了寡人 也算计了你自己的性命 令相如大意凛然毫不畏惧 就在令相如即将被扔进大顶之时 芈月突然出现 芈月十分赏识令相如的足智多谋 便劝她留在秦国 不料却被一口回绝 这等忠诚也让芈月十分佩服 最终还是下令放她回去 大王 你要好生礼于令公子 务必要令天下之时 知道我秦国求财之心 八十岁的老奶奶见到二十岁的初恋 是重什么体验 芈月盯着新来的臣子 她的模样像极了自己的初恋黄蝎 时光荏苒 秦人的模样让她回想起曾经的时光 她一生之中共有三个男人 青梅竹马的黄蝎 如兄如父的秦桧文王 和舍身相救的义渠君 全都是刻骨铭心的感情 营记知道母亲晚年孤独 特地从列国挑选长着黄蝎模样的青年才俊 在她安排的偶遇之下 太后只是一眼就愣住了神 你叫什么 臣名叫魏丑夫 长得这么俊俏 怎么会叫丑夫 是因丑年圣人 顾名丑夫 临走时芈月仍然对她目不转睛 生怕情人黄蝎又要离开自己 吩咐太监将丑夫留在宫中做她的书童 第二日 芈月将黄蝎的信拿了出来 魏丑夫念着信上的内容 恍惚间像是跨越了时空 黄蝎就在自己的面前陪着自己 芈月双眼泛出泪花 时间才是世上最痛的东西 夜里芈月看到了惠文王 你八子 你一定是受苦了 头发都好白了 比寡人都要老了 芈月这才摸了摸自己的脸颊 如今已变成迟暮老人 一统天下的大夜尚未完成 为何惠文王要离她而去 留下自己孤独终老 芈月问婢女 人死后能否见到生前所爱之人 婢女说可以 她就将义渠军的坟墓 迁移到离山脚下 并立下了一条规矩 从我开始 秦国的历代君王 都将葬在这离山之下 百年之后 我跟你会很久很久 做好这些之后 芈月想起自己的匆匆岁月 想起了自己与姐姐从楚国而来 现如今已经太久没有回去 眼下这幅身躯 恐怕已经回不去了 既然活着回不去 那么死后倒可以回去看看 不久之后芈月就命运开始制作陶友 魏丑夫陪着她视察 看着这些栩栩如生的陶友 太后笑了起来 芈月过世后的第18年 13岁的秦王嬴政登基 继位后的第26年 秦国统一了整个中国 秦王嬴政称帝 史秦秦始皇